弟兄姊妹要開始本週的敬拜 今天我們會唱什麼歌呢 是不是很期待呢 我鼓勵你有一個期待的心 當我們期待神在我們生命中 對我們說話 對我們行神蹟 透過歌詞對我們說話 透過歌詞釋放祂的神蹟 當那個歌詞 或者是也許等一下的 領勝參奉獻或是講到那個話 成為你的律師 你有那句律師 就很像彼得能夠走在水面上一樣 你可以勝過風暴 你可以勝過這個環境 有上帝的話 你抓住了 得著 改變 所以你要好好來敬拜 讓我們在敬拜裡面 專注的看見神 然後在那個敬拜裡面 預備自己的心 來聆聽 來請心徒意 來得著上帝要給你那個話語 然後上帝的大能 那個Ramma要在你生命中 彰顯大能 讓我們一起來敬拜 我正站在敬拜的天堂之下 躺開的天堂之下 你敬拜給我敬拜的禮償 我有千萬個理由要歡呼 一生贏得到不配的很重 不要再盯緊自己的行為 完全依靠你做成的動作 屬於世家裡清楚的表明 我贏完全得救你的自由 我反骨 你已成就一切 你已成就一切 不再勞苦 不再勞苦 你我已經弄就是 永遠 永遠成你 你的意志 是我確定 在盼望堅定我心 你發余照亮我前頭的道路 我有 我有千萬個理由要歡呼 一生贏得到不配的很重 不要再盯緊自己的行為 完全依靠你做成的動作 屬於世家裡清楚的表明 我已完全得救你的自由 我反骨 你已成就一切 你已成就一切 我正站在 敞開的天堂之下 恩典 恩典看你 教官不息 慈愛 慈愛圍繞 你憐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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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止心 你拜拜 給我 拜拜 的零首 我的 我有千萬個理由 要歡呼 一生已得到不配的很重 不要再盯緊自己的行為 完全依靠你做成的動作 祝你世家裡清楚的表明 我已完全得救你的自由 我歡呼 我歡呼 你已成就一切 我有千萬個理由 要歡呼 一生已得到不配的很重 不要再盯緊自己的行為 完全依靠你做成的動作 祝你世家裡清楚的表明 我已完全得救你的自由 我歡呼 你已成就一切 你已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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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成就一切 哎呀,-歷瑜ously 為我們成就一切 讓我們開首相容量規給他 ished yes -而且我不知道 并且我们知道 上一遍何等的爱我们 愿他来点燃我们 更多的来领受他 并听他 哈利路亚 你的荣光 你的荣光 冲破黑暗 你让我跳舞不断 仰望你恩典 信心就持续假天 耶稣秘密 断开锁链 你光着黑暗都拨打 你心情我临 尘土转变成生命 祈祷 祈祷你恩典如洪水 你是我生命更荣美 你爱天天更新我心 耶稣 耶稣 让表情都归敏 你的荣光 你的荣光 冲破黑暗 你让我跳舞不断 仰望你恩典 信心就持续假天 耶稣秘密 耶稣秘密 断开锁链 你光着黑暗都拨打 你心情我临 尘土转变成生命 祈祷 祈祷你恩典如洪水 你是我生命更荣美 你爱天天更新我心 耶稣让表情都归敏 我偷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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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恩典典亮我的心 愿你生命被盖去 何等的光亮 何等的清楚 而且永不改变 永远爱我们 你爱天地更新我心 严肃让表辰都归你 喔喔喔 愿你生命被告续 喔喔喔喔 你恩典点燃我的心 谢谢耶稣 祈祷拿恩典在我们的当中 祈祷拿恩典在我们的身上 谢谢耶稣 请到你恩典如洪水 你是我生命更荣美 你爱天天更新我心 耶稣荣耀全都归你 请到你恩典如洪水 你是我生命更荣美 你爱天天更新我心 耶稣荣耀全都归你 喔喔喔喔 愿你生命被告续 喔喔喔喔 愿你生命被告续 喔喔喔喔 愿你恩典点燃我的心 香园 �을祷 祝祷拿恩典 祝祝我生命更荣美 祝祝祝能 bin conform 祝祝祝祝祝 proper 燃燃我的心 在十字架 雖然你無罪無苦 在十字架 你受苦楚楚 被人拒絕 背負我的有苦 但你撫迫 戰勝了死亡 你受苦苦 我的灰寒 你幸福交换 你的秋安 地久天成 永不改变 赞美你我君王 赞世之家 赞世之家 荆棘当快 带你头上 你却一生都不想 赞世之家 你尽呼喊 天赋宽恕 世上人的冒犯 但你复活 战胜而死亡 我的灰寒 你幸福交换 你的秋安 地久天成 永不改变 赞美你我君王 我要诚写 亚违 因你慈爱 永恒坚强 举起秘密 亚违 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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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复活 战胜而死亡 我的灰痕 亚违 我的灰痕 你幸福交换 你的秋安 地久天成 永不改变 赞美你我君王 祝你复活 战胜而死亡 我的灰痕 你幸福交换 你的秋安 地久天成 永不改变 赞美你我君王 你的秋安 地久天成 永不改变 赞美你我君王 永不改变 赞美你我君王 赞美我们的神 赞美我们的君王 他何等的荣耀 他配得所有一切的赞美 荣耀的神 谢谢你 谢谢你 只一次就完成了 那一切的工作 谢谢你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一切 你只一次把自己献上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就永永远远出去我的醉 现在因梦住你的恩典 因你完全荣耀的赦免 在你面前我的成为 祝耶稣我赢你的宝水 得以太软尽如智山所 在你面前去心静攏 加持之后 自下 beaucoupの福 域赛允 优 Illustrator 属于你 你是万望之望万处之处 谁能与你比 我要高声赞美你 举手敬仰称颂礼 在你看前写上感恩 敬拜你 这次你只一次把自己卸上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就永永远远住去我的罪 现在因望住你的恩典 因你完全荣耀的舍命 在你面前我得成为你 主耶稣我以你的宝序 得以太软尽入之声索 在你面前屈膝 敬拜 石膏赞美全归你 只高荣耀属于你 你是万望之望万处之处 谁能与你比 我要高声赞美你 举手敬仰称颂礼 在你跟前写上感恩 敬拜你 至高荣耀属于你 至高荣耀属于你 你是万望之望万处之处 谁能与你比 我要高声赞美你 举手敬仰称颂礼 在你跟前写上感恩 敬拜你 只高赞美全归你 至高荣耀属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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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万望之望万处之处 谁能与你比 至高荣耀属于你 我要高声赞美你 举手敬仰称颂礼 在你跟前写上感恩 敬拜你至高 至高赞美全归你 至高荣耀属于你 你是万望之望万处之处 谁能与你比 我要高声赞美你 举手敬仰称颂你 在你跟前写上感恩 敬拜你 敬拜你 我们敬拜你 因为你配的 敬拜你 我们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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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你 我们敬拜你 敬拜你 敬拜你 至高荣耀属于你配的 所有一切敬拜 配的我卸上所有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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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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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将得为人 拯救我们 并请 住在我们的心里 直到永远 耶稣万全爱我 耶稣万全爱我 耶稣千万爱我 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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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要爱我 耶稣他永远爱我 神灵也永远爱我 他们都肖心爱我 祖永远爱我 祖永远爱我 你配合 你配合 耶稣他爱我 侍应他爱我 耶稣他爱我 爱我 永远爱我 永远爱我 永远 永远爱我 永远爱我 神父他爱我 神父他爱我 神灵爱我 永远爱我 神他永远爱我 永远爱我 也爱你 爱你 永远爱我 永远爱我 天父永远爱我 耶稣永远爱我 神祢永远爱我 他们都爱我 神他永远爱你 永远永远 神啊 谢谢您 将那个永远 放在我们的里面 抓一具我们真知道 有一个创造宇宙万物 创造那个永恒的神 祂永远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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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将那如安 为你 祂永远爱我 切片 神 yellow 祂永远爱我 祂永远爱他 祂永远爱我 祂想办法 祂永远爱我 你的性 tare 祂是大神 偉大的神 至高榮耀的神 祂遮蓋你一切的罪過 洗淨你一切的誤會 並且很愛你 祂遮蓋你 至高榮耀屬於你 你是我望 指望 溫柱知足 誰能與你比 我要高深讚美你 舉手敬仰呈從你 在你跟前 仙上感恩 敬拜你 在你跟前 仙上感恩 敬拜你 再一次 在你跟前 仙上感恩 敬拜你 仙上感恩 敬拜你 耶穌謝謝祢 讓我們能夠來到祂面前敬拜祢 讓我們將一切的榮耀送贊 歸給那坐在寶座上 並且聖了又聖的神 哈利路亞讚美我們的神 奉耶穌的名祷告 阿們 好 感謝主大家請坐 感謝主每個禮拜都能聖場 其實當然我們應該常常就領聖餐 因為其實領聖餐就是紀念耶穌基督 很多的教會 我其實一直都記得我 才 我二十出頭歲的時候 在教會的時候 然後 他們領聖餐的時候 我都會故意晚到或者是遲到或去上廁所 因為就看到有些人 然後牧師就帶領要認罪 然後就看到有些人 我說 我對不起 我想說 他是剛剛揍了牧師 還是做了什麼 為什麼有那麼大的罪在這裡認 我想說 有罪為什麼不先在家裡認一認 我想 我懂了 因為他怕每個月領聖餐的時候 罪認得不夠 所以他都激起來到聖餐的時候才認 然後我說 為什麼不當下要認罪 對啊 因為 其實聖餐的教導 真的沒有要你定經罪 我們其實從頭到尾都沒有要定經罪 你要定經的是耶穌 但是呢 有關於聖餐要 簡單說很多教會會教說領聖餐要認罪 不然你就自己取罪 其實你去看前後回來 他真的在說 你要按你吃主的餅喝主的杯 你就不會自己取罪 然後呢 按你吃主的餅喝主的杯 就是因為 因為那個時候很多人來教會是為了喝醉 跟吃飽來的 因為以前 大家有沒有吃過那什麼 街上有什麼東北大餅有沒有 或是蔥油餅有沒有吃過 那就是可以吃飽的對不對 以前教會借的餅 以前的初代教會的時候 他們的餅杯就是吃一餐 所以很多人是為了吃飽才來教會 這個也就算了 還有更嚴重 很多人是為了喝醉才來教會 所以保羅說你們這個飢餓那個酒醉 然後你們如果肚子餓人先吃過再來教會 那時候是保羅特別跟他們說的 所以其實要記得 保羅在這個前提之下才告訴他們 你們不按你吃主的餅喝主的杯 是要自己取罪 你們要認這些罪 所以其實領聖餐重要的是 簡單說保羅做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在《使徒行座》裡面有一個很有名人 從樓上三樓摔下去 他叫做 尤推谷 對 多是新朋友嗎 這個人在我們教會很有名 好OK 然後尤推谷他 那場聚會 保羅先領了一次聖餐 然後尤推谷從樓上摔下去之後 保羅下去後他要禱告 然後再領一次聖餐 為什麼 因為聖餐真的有他的移植的大能 真的 保羅對他們說 你們不按你吃主的餅喝主的杯 所以你們之中的軟弱的疾病 連死的都不少 所以意思是什麼 按你吃主的餅喝主的杯 應該要可以怎樣 可以健康強壯連死都不容易 不要故意去試 我們這裡是九樓 尤推谷三樓也許還有機會 沒有啦 尤推谷下去真的已經死了 但是保羅為他要禱告他就活了 好 但是你不要試探主 好 唯一可以試主的是死益奉獻 你千萬剩下不要試 把靈魂神山跳下去這樣 千萬不要 拜託窗戶關好 拜託 好 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 就算其他單位 你們在比較矮的地方 你也不要跳下去 好OK 就是我們要知道 其實聖餐裡面有屬於他的應許 但我們不試探神 所以你要按你吃主的餅喝主的杯 那你就可以健康搶壯 你連死都不容易 這是上帝給你的知取的應許 你知道神跟我們都是用約的方式嗎 其實聖餐就是在紀念這個約 你知道嗎 比如說好 假設你跟某一個人簽約 然後那個人他一直沒有旅行 不是去旅行旅行 你是沒有旅行合約 然後呢你就跟他 你就拿出合約跟他說 請你按照合約 跟我把我訂的什麼東西送來 然後我要付款給你 對不對 那就是旅行合約 聖餐就是 但是這不是要跟 這不是跟上帝說 上帝你要給我 你要給我 常常很多人會這樣想 不是 是要提醒我們自己 我們有這個合約要執行 你分明有一個合約你可以執行 是使你健康強壯 連死都不容易的合約 可是你要怎麼寄這個合約來執行它呢 透過領聖餐 所以這台書 這是我立約的保險 這是我立約的身體 我如此行要 我們要如此行敬念主立約的這一切 主已經在實際上我們背負了 罪 定罪 詛咒 疾病跟死亡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那一切 好 所以拿著耶穌的身體 我們一起來禱告 主耶穌謝謝你 這是你的身體為我捨的 我們如此行為了要紀念你 主耶穌是的 你為我剝開 你為我承受鞭傷 所以因著你的鞭傷我得一致 因著你的刑罰我得平安 主耶穌謝謝你為我成就這個十字架 偉大的約定 偉大的工作 主耶穌現在在一個最美好的更好的更美的約裡面 上帝的新約裡 主耶穌基督所為我們成就的新約 主要我們大有盼望 不再是靠我們做的好 乃是靠耶穌基督做的那麼好 我們就可以健康強壯 連死都不容易 聖餐也是我們緊急的出口 當我們定盡耶穌基督在實際上為我們做成的工作 主要我們就可以 從那一切困難裡面被救出來 是的有些事情可能需要時間 有些事情需要一些時間 繼續繼續的發生 但是你不斷的領聖餐 不是紀念自己的罪 所以是紀念耶穌時代上面做成的 讓我們在這個等候的過程裡 依靠耶穌的大能 看見上帝的榮耀 有些人你的一些問題現在漸漸的好轉 有一些你看起來好像 怎麼好像越來越糟 但有些時候上帝要讓他觸底再反彈 上帝要讓他在最低點 在那個人已經放棄的點 在人的盡頭是神的起頭 主要你自己來做這奇妙的事情 主要當我們也向你求 讓我們快快脫離那一切的痛苦 主要你超自然的來釋放 來超自然的在你的時刻 在你的時刻做成關護我們的事情 主要你會在對的地方 讓我們遇見對人做成對的事 主要這是時代上面已經做成的工作 讓我們一起領受耶穌的身體 封口中要拿起這杯 這杯是絕耶穌立月的保險 我們如此行為要紀念 他讓我們一起領受耶穌的保險 後面一起來祷告 主要聖餐何等的美好 主要因為我們可以紀念耶穌基督 並他定是一個家 主要把你吃進去把你喝進去 我們大有盼望 我們可以平安可以喜樂 主要你會繼續的超自然來做医治的工作 我們當中身體的医治 心理的医治 關係的医治 財物的医治 我們思想觀念的医治 我們思想的医治 我們的心裡面的医治 你都不斷地來做 超自然來做 繼續做成 透過你的聖餐 透過定靜耶穌成就這一切 知福在你每一位 奉順祷告 Amen 好 再來我們直接進入奉獻 在網路上的朋友你可以 這是我們的信用卡奉獻 你可以掃QR Code 掃這個QR Code就可以去奉獻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教會的ATM的帳 不是ATM 是銀行帳號 是上海商業銀行城中分號 那如果你是用轉帳 就轉帳這個 那請務必 轉帳 只要做一次就好 你只要打電話來跟我們說 你的後三碼 比如說12345 你就說我的後三 後三碼怎麼是123 後五碼是12345 你就跟我們講是1234 你好我的後五碼是12345 我叫做王曉明 然後我家的地址是什麼 他就要寄封線收據給我們 好就是這樣 然後QR Code我留在這個地方 好然後我們的奉獻小童 很開心的在收奉獻 好那大家知道為什麼 教會是奉獻小童嗎 一開始是因為教會人太多了 牧師如果去的話 會把你們撞開 會因為人太急了 所以就小朋友 一開始我第一個想法是 如果小朋友 因為很多小朋友想參與服事 他們說他們可以做什麼 然後後來發現其實不對 其實上帝成就這件事的真正意象 是要顯出其實我們像孩子一樣 因為你看你幹這行也幹蠻久了對不對 你以前比他這個身高 現在已經繼續成長了 期待 你這樣就不像小朋友 沒關係啊 好總而言之就是啊 歡迎你也繼續加入這個服事 好 你知道小朋友是什麼 其實神說我們要回轉像孩子的樣式 是在說我們對神的單純的心 然後呢這兩個小朋友其實 欸你們還單純嗎 不是啊 對不起 幹嘛問就問 你們看起來就是很可愛單純 好 OK 重點是 我們其實是代表我們 像孩子一樣把我們所得的獻給神 我不斷地會講到這個東西 其實神真的不缺你的錢 但是祂要的是你的心 有那麼驚訝嗎 好啦 其實是這樣 上帝要的是你的心 為什麼 因為上帝唯一不能夠得到 應該說你唯一能夠給神的 是你的心 獻出你的心臟 沒有 重點是 為什麼 是因為你有自由意志 上帝選擇讓你可以要他 要接受他或不要接受他 所以上帝要的是你的心 可是我們財寶在哪裡 我們心也在哪裡 對不對 所以呢為什麼你要奉獻 錢財 其中一怪是因為我們真的 大家不用在那邊講道學 我們大家上班 哪一個人不是為了賺錢 也有啦 為了理想跟偉大的夢想 也有非常好 感謝祝福每一個人都是 不是為了糊口 偶爾是為了你喜歡做那件事 而去做這件事 好 但是很多人 大部分人是 如果老闆不發薪水 你會去嗎 當然不會去啊 對不對 如果可以不發員工薪水 你會去嗎 你想去嘛 因為你是老闆 好啦 這兩件事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 意思是 我們 人生有所謂 辛苦你們了 我可能會講一下 好 就是我們有工價的態度 我們每一個人上班 都是為了工價 所以我們常常會覺得我想 我們跟神的關係很像一個工價 可是我們要回到跟神的關係 其實是 孩子跟父母 那種的心態 你很多時候 你的孩子得到靈用錢 是因為要表現好嗎 我知道有些父母的表現 會影響靈用錢 但是你會有一個基本的額度嗎 糟糕 沒有 好 上帝愛你 其實他本來 無論如何你是他的兒女 他就會供應你這一切 那是應許喔 我們當中任何一個人 你絕對不可能沒飯吃 你絕對神一定會養活你 但是我們還是要與神同行 做我們該做的事 而在這個過程裡頭 我們得到了許多上帝的祝福 然後我們把從他而得的 獻給他 因為這樣子 其實在表達那個心 我們常常在說 我們那個孩子 我們每次講這件事 那個爸爸就很開心 那個小朋友就是把他的靈用錢 存起來 然後在爸爸生日的時候 還是爸爸節的時候 買一個蛋糕給爸爸 爸爸要的難道是那個 買蛋糕的錢嗎 絕對不是嘛對不對 爸爸當然有錢自己買蛋糕 可是他要那個孩子 把他的 再回應他的那個愛 這就是我們奉獻的原因 但是我們當中有些弟兄姐妹 你經濟上有壓力 我們也要從父母的角度 那如果孩子自己都沒錢 沒錢生活了 爸媽要的是他那個錢嗎 不是 爸媽要給他更多 讓他可以來回應 所以我們當中 為祝福我們當中 沒有奉獻的弟兄姐妹 神完全一樣無條件愛你 不要覺得你沒有奉獻 就比人家 好像低人一等 旁邊那個人 剛才奉獻的時候 好像拿好多張藍色的 不要去看這個 不要去看別人 沒有意義 不是在比錢多 寡妇的兩個小錢 比那個大富翁奉獻還多 因為寡妇那兩個小錢 是養生的 但我不是說 所以你要把吃飯錢都奉獻 除非神感動你這樣 但我要跟你說 我會鼓勵我們當中 弟兄姐妹 你不奉獻神 完全一樣愛你 但是我們也 向神求主啊 你更多的 給我們奉獻的能力 而且我也特別祝福 我們當中 十一奉獻的弟兄姐妹 因為十一奉獻 有屬於十一奉獻 特別的祝福 你會在十一奉獻的部分 看見神 超自然的祝福 我們看到好多人 守十一奉獻 你知道世界第一首富 洛克菲勒 到現在應該還是 他是一個 從小就守十一奉獻的人 他第一筆收入就十一奉獻 我有看他寫給他兒子的信 然後他還跟他兒子分享 基督的福音 然後上帝的祝福 對 然後 他能夠經歷那一切很大一塊 是他在錢財的部分歸給神 所以我鼓勵弟兄姐妹 你要來操練十一奉獻 好 久等了 我們來禱告 現在耶穌謝謝你 主要讓這兩位小弟兄代表我們 把從你而得的獻給你 主要是的我們不算什麼 主要但是因著我們成為你的兒女 我們在你心裡就是你的心頭肉 就是你心裡面最柔軟的那一塊 就是你最愛的 你把我們的名字鳴刻在你的掌心 在你的心裡 主要是的好像以色列的 以佛得那十二個寶石 主要你把我們放在那個 懷裡 胸上不斷的紀念我們 祝福這裡每一位弟兄姐妹 你不是靠你的錢財或行為 或服事來買神的愛 神已經無條件愛你 但是我們也祝福我們當中 你嘗試你願意來經歷那個十一奉獻 上帝的祝福的弟兄姐妹 你要特別來經歷十一奉獻 特別的祝福 我們也祝福我們當中 在經濟上有壓力的弟兄姐妹 主要你繼續來做奇妙的事情 當我們不夠的時候 你加給我們更多 讓我們可以更多回應你 祝福這裡每一位 我們來看見上帝的榮耀 謝謝主耶穌也祝福這兩位小弟兄 也祝福我們這裡每一位 奉神祷告 阿們 好 謝謝你們 那很快開始今天講到囉 OK 好讓我們一起來做個禱告 主耶穌謝謝你這麼無條件的愛我們 主要我們好幸福 主要每天 你都要給我們屬於那天的祝福 主要今天就是一個全新的日子 無論你過去你昨天你前天你前幾天 好像有什麼難過的地方 每一天都有一個全新的盼望 全新的祝福 今天就是耶穌所定的日子 祂要祝福你 要來恩待你 今天不是一個平凡普通的一天 今天是耶穌要賜福你的一天 主要是得你來做那奇妙的事情 主要是得你的話語被打開 就發出亮光 主要你的話語被解開 我們就看見你的榮耀 主要是得你的話語被解開 主要讓我們就得到屬於我們的瑞瑪 主要我們今天我們的靈禮就飽足 主要我們的思想裡面就被更新 主要我們的生理就因此健康 主要我們的工作 人生 事業都豐盛 主要是得給我們那個傾聽耳 跟傾聽的心 主要是得讓我們來聽見那個聲音 在我們後面說或左或右 都有一個聲音在對我們說 這是真物當往前行 主要因到我們的方向 我們當中很多弟兄姐妹 在尋求一些事情的方向 上帝要透過這個講道 以及各樣是對你說話 主要是得也分別為生孩子 口吞孩子心 已經做成這一切 主要是得讓我們把你的話解開 發出亮光 主要不只是字句叫人死 乃是聖靈的真意叫人活 而且經營那個復活的大人 謝謝耶穌奉祝你禱告 阿們 好 我們直接進入第一個經文 西伯來書9章11節請念 但現在基督已經來到 做了將來美式的大祭司 經過那更大更全備的帳目 不是人手所造 也不是屬乎這世界的 你知道嗎 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是基督已經來到 你知道嗎 其實就算是非基督徒 其實有一些研究書 他們不是基督徒 但是他們來研究 歷史上哪一個偉人 如果不存在的話 世界會變怎樣 好 比如說 如果沒有蘇格拉底的話 那西方的哲學會怎樣 如果沒有孔子的話 中國文化會怎樣 然後呢 如果沒有耶穌這個世界會怎樣 那 當然啦 他們是做一個評比 但是我深深發現 現在世界的 無論是民主政治 或者是資本主義的市場 或者是自由表現很多東西 還有其實比如說 就是男女平等的東西 其實都是一刻就體現在聖經裡面的 有人會說 啊沒有啊 你們聖經支持奴隶制度 才沒有咧 保羅那個時候 在那個年代 兩千年前就寫信說 如果可以 你們得到自由聲是最好的 但是保羅為了保護他們 不要隨便起來革命 所以保羅講的比較保守 兩千年前是不能夠 很多人是沒有自由的 應該說他 其實很難想像 你知道 就是你其實是屬於人家的財產 你知道奴隶是財產嗎 所以今天主人想殺他就殺他 想強暴他就強暴他 你知道嗎 而且不只是 假設有一對奴隶夫婦生出來的小孩 也是奴隶也是財產耶 所以主人想幹嘛就幹嘛 你知道嗎 可是其實兩千年前在那個文化之下 保羅已經在 保羅還特別寫了一封信 大家知道有一本書叫做《菲利門書》嗎 就是有一個奴隶叫做阿尼希謀 他逃走了 然後保羅知道 逃走這件事很嚴重 他還特別寫一封信給菲利門書 為他求情 為這個奴隶求情 希望他不要殺他 不要 不是 他應該也不會殺他 因為他們都是弟兄姊妹 但是他會處罰他 他希望他能夠把他當弟兄 所以你要了解 其實基督已經來到 是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我們其實 這樣說好了 大家有看到猶太人在這世上 很何等的豐盛嗎對不對 有嗎對不對 最有錢的是猶太人 這世界上最帥最美的 很多是猶太人 最有創意最聰明的也是猶太人 因為美國 美國東岸的華爾街 一群猶太人 然後繼續往西岸 西岸那邊 好萊塢也一堆猶太人 就是有錢的 有創意的什麼 然後呢 波士頓那邊也一堆猶太人 都是所謂美國的腦袋 所以我跟你講 你會發現 當一個民族讀了幾千年聖經 讀了神的話 他們會活出這樣 可是相同 他們的破壞也非常多 對不對 他們是一個特別被神拣選的民族 而且他們把這個文化 把神的話 深深深深深融入他們思想裡面 所以他們可以這樣 可是我們其實查經過 羅馬書查經過 其實神呼召新約的基督徒 外邦的基督徒 要做一件事 讓猶太人羡慕嫉妒 聖經上說的用羡慕嫉妒 和本沒翻出來 但是其實是羡慕嫉妒 而且是羡慕你的什麼 他用的那個詞其實 沒錯是屬靈的豐盛 但是也是屬世的豐盛 那個字其實原本是拿來講有錢的 就是世界上的有錢 現在是你羡慕猶太人有錢 還是猶太人羡慕你有錢 說實話人家說 你們成功成全 問題就是神本來就呼召 我們要經歷那一切的祝福 好 老實說好了 大家知道神力女超人是猶太人 對不對 神力女超人那個 Galegard 她 蓋兒加朵 她是猶太人 而且是猶太女兵 而且還有黑寡妇 Scully Johansson 也是猶太人 是你嫉妒她的身材 還是她嫉妒你的身材 是不是 然後呢 很多很有名的猶太人 非常聰明 是你嫉妒她的聰明 還是她嫉妒你的聰明 愛因斯坦聰明 還是你聰明 搞不好你不要愛因斯坦聰明 對啊我們不要這樣子 妄自菲薄 對不對 愛因斯坦是猶太人嘛 對不對 好 然後呢我們隨便舉 好多猶太人超級有錢 是他比你有錢 還是你比他有錢 他一小時賺的錢 比你一輩子賺的還多 真的很可能 對啊 所以其實神呼召我們 要神 原本要給我們 要我們得著的 比我們現在得著的 還多得多 神呼召我們 要被他們羨慕嫉妒 基督已經來到 是這些世界上最大的事情 問題是我們有沒有讓我們 像猶太人一樣 他們把整個思想文化融入聖經裡面 他們只是抓住舊約的約就這麼新神了 那我們基督徒 其實我們可以抓住新約的約 而且完全的深入神的話 我其實說真的 你今天不要定自己的罪 我們剛剛經過一個很好的中秋假期 請問你吃了幾個月餅 你如果吃了四顆月餅 你有讀四張聖經嗎 吃月餅會給你的是很棒的口感跟 很重的體重 讀神的話會給你很棒的 靈裡面的還有全方位的風色 你不要定自己的罪 問題就是我們事實上 有沒有試得讓神的話 更深更深更深進到我們生命當中 我跟你講你不做這些事 神都完全無條件一樣愛你 你不讀經不禱告 不奉獻不服事不敬拜 連主日不來神都完全一樣愛你 當然老實說你真正被神愛 其實就是最核心的 但是那其實應該彰顯出來的部分 我們看到有很多人對於 比如說有些人對於神的話 非常的認真 他就得到那個啟示的祝福 有些人對於十一奉獻真理非常的認真 他就經歷那個財物的祝福 我們鼓勵弟兄姊妹 把神的話很認真的看 然後活在這裡頭 有些人幾千年的屬林遺產 他們的人那麼的豐盛 神呼召我們讓他們嫉妒 OK好 現在基督已經來了 而且做了更 將來美式的大祭司 是更美之約的大祭司 我們基督徒 無論是外邦基督徒或猶太基督徒 只要信耶穌的人 都是新約的基督徒 新約基督徒呼召 就很像保羅說我 我的呼召是我要使我的弟兄發奮 那個發奮其實是基督 那個發奮讓他們來信耶穌 你不要以為沒有人做到 其實有一個國家做到 我必須說那個國家叫美國 所以美國有很多 猶太人沒有的東西 所以一群猶太人 都不願意回去猶太本土 住在美國 所以很多 你去看比例 一堆在美國的猶太人 都信耶穌了 所以他真的做到這件事 他做到讓猶太人羡慕 隨便來美國有一個東西 比以色列絕對多的是 他國土比他大很多 對不對 以色列跟台灣差不多大 對啊 然後他們的資本市場那麼的強壯 所以很多很多猶太人就在那裡 然後真的就信耶穌 你去看那個比例 真的在美國的猶太人信耶穌比例 比猶太本土的多 所以他這件事情就已經成就 所以他現在是世界最強 神呼召 無論現在我們不討論政治的部分 但是無論美國現在的狀況怎麼樣 他人就是世界最強的國家 為什麼 因為他做到了讓猶太人基督 他以基督為核心 然後讓猶太人基督 無論他現在總統是誰 無論他現在怎麼樣 他只要他們還是抓住他們這個呼召 跟益主 就是成就啊 就是這樣啊 那我們要不要讓猶太人基督 其實我們有這個呼召 神呼召你做這件事 你就 他就會供應你這個資源 前提是你要或不要 你要不要讓他們 很羨慕你身體很健康 你不要也沒關係我要 你不要我要 主要他們不要都給我 好我要一千倍的健康 對 要財富的健康 財富的豐盛嗎 你要不要財富的豐盛 我只是財富健康而已 財富的豐盛 人家的等級是什麼 你的等級是什麼對不對 貧窮限制著我們的想像 你都不知道那個有錢人 是真的是難以想像 怎麼有辦法 那個錢到底怎麼來 而且很多都是他們不是違法 他們是合法但是有智慧的 比如說我們去好萊塢拍電影 你知道嗎 他是我們就跟那個 猶太人的那個製片聊天 他就說 他就說你知道我們大衛王 是怎麼當 怎麼當到國王的女婿 他的成本是什麼 他說 我說成本是什麼 我想他說成本就是 那幾顆石頭 去西里撿了幾顆石頭 有沒有他只是撿 外在的東西都是撿了那幾顆石頭 用那幾顆石頭 甩一甩打死那個巨人 他就變王的女婿了對不對 他的成本就是去河裡撿幾顆石頭 我們就是那幾顆石頭 我要拿錢出來投資他 然後承擔風險 然後那個石頭甩出去沒打到 那石頭就拜拜了 我投資的就是那顆 我的錢就是那顆石頭 那他呢 他只要負責甩一甩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他有那些人脈 有那些專業有些什麼 所以你看他零風險 風險是我 我就是那個石頭 我就是被他撿到的石頭 可是他們就是這樣 沒有不對啊 他完全合法 那你知道 資本市場是風險越高獲利越高 可是他們就可以做到 我才是 我承擔所有的風險 他有一個風險 他們 他比如說好那個 你知道他們 他們都是去打高爾夫球 然後比如說好他就 那個製片就 比如約個湯姆克爾斯打高爾夫球 然後說欸我最近有一部片子 你要不要來投 你要不要來參與 然後他說好 然後就簽一個那個 casting的約定 就是 選角的約定 然後呢 那最後這部片沒成 然後他就會被湯姆克爾斯笑說 欸 沒成喔 就這樣這是他的風險 那我的風險呢 就是現在還在風險中 錢都就是卡在那裡這樣 OK 重點是 這就是他們在那個風險裡頭 可是我們有更美之約 可是我們不懂得活在這裡頭 人家有幾千年的傳承傳統 我們可以活在這裡頭 也許你沒有你的前一代 你的爸媽不是基督徒 也許你阿公媽已經是基督徒 也許你是五代基督徒 你有沒有發現 有一些基督徒 他們是四代五代的基督徒 那個聖經 你可能已經讀了三篇聖經 他可能只讀了兩張聖經 可是他真的活出來 我們要活在那裡頭 我們看到有些基督徒 蛤 為什麼有那麼豐盛 因為他的思想裡頭 他阿公阿嬤 他阿祖教他的東西 就是基督信仰的本質的東西 所以他很自然的 思想正確活在那裡頭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代基督徒 沒關係 多讀一點聖經 洗乾淨自己 好 所以呢 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屬這個世界 其實神護照我們好大好大好大 但是我們能不能夠進去 我們常常現在只定金的珠 我這個月 我這個月錢都不夠 請你讓我有錢繳帳單 可是神護照我們是更大更大 但是當然啦 萬丈高樓平地期 我們先從現在有的開始 好我們繼續往下 西伯良書九章十二節請念 並且不用山羊和牛毒的血 乃用自己的血 指一次進入聖所 成了永遠贖罪的事 九章十二節 主耶書指一次進入聖所 就成了永遠贖罪的事 所以呢 我們做一個最根本基礎的部分 我們剛才在講那個什麼 財物的豐盛啊 身體的健康啊 然後人際關係啊 什麼那些東西 的核心基礎是 你要是被赦罪的藝人啊 大家知道嗎 當我們有罪 我們沒有耶穌 以前在舊約裡 或者是任何其他沒有耶穌的人 他們跟神中間是有一個隔閡 那東西就是罪 是真的有喔 所以所謂 你犯罪神不聽你禱告 這個想法是有 其來有自的 是有根源的 只是他們沒有考慮到一件事情是 主耶書指一次進入聖所 成了永遠贖罪的事 所以神既然是永遠 神赦免了我們一切的罪 一切是什麼 有人會覺得 一切就是我信耶穌之前一切的罪 可是其實這個 這個想法其實是很自我中心的耶 我們的耶穌 應該是這樣說 我們信耶穌 所以大部分教堂 不是每個教堂 很多教堂都會掛十字架 對不對 而且都盡量掛在講台最中間 對不對 好 為什麼 因為要讓耶穌的十字架 耶穌成為你的中心 沒錯吧 這絕對是對 耶穌應該是我們的中心對不對 我們很多人信耶穌 有人跟你講真理 他也說耶穌要成為你生命的中心 對不對 那既然耶穌是中心 為什麼是我的罪 是我信耶穌之前的罪 對於如果以耶穌為中心 耶穌的十字架是在西元三十幾年的時候 為我們盯的 然後在三天之後為我們復活的 對不對 所以耶穌那個時間點 耶穌才是中心 那就 那簡單這樣說 我現在犯了每一條罪 無論是明年2021年我犯的罪 還是2025年我犯的罪 或者是1976年我剛出生的時候 我打了隔壁的那個跟我搶牛奶的小朋友 那個罪當然我沒有做這件事 搞不好我做我也不知道 這不是重點 對耶穌而言 都是一千九百多年 或是兩千年後的罪 對不對 那既然耶穌一次做了 敬了聖所成了永遠贖罪的事 耶穌贖的罪為什麼變成 我們信耶穌 有些就會告訴你 耶穌赦免你信耶穌之前的罪 其實他們是出於善意的 因為他們不希望 很多人會認為 如果告訴你耶穌赦免你之後的罪 你就會知意犯罪 你就會隨便來 我也必須承認真的有這種人 你有沒有遇過那種朋友 你請他吃飯都會進去點最貴的 然後點一堆 然後吃不完還帶走 有這種朋友嗎 如果有 你下次就不會請他吃飯了吧 對不對 但是正常來說 通常是你朋友請你吃飯 你還會客氣點比較便宜的 對不對 正常來說是這樣對不對 但是真的有那種 會故意點很貴的人 對不對 耶穌赦免你一切的罪 真的也有那種人 就會故意亂來 可以 可是因為有人會故意亂來 所以這就是錯的嗎 因為這世界上有假操 所以真操是假的嗎 因為這世界上有假操 所以沒有人敢用真操嗎 是這樣嗎 那你知道奉獻在哪裡 不喜歡真操通通丟進去 你知道我意思嗎 真的有人會因為神聖免我一切 就亂來 可是這種人佔少數 而且我不能夠因為 一顆老鼠屎就壞了一鍋粥 對不對 知道我意思嗎 對的事情還是對的 不能夠因為你這輩子收過一張假操 從此以後你就把你家所有的正操都丟掉 不要丟掉 真的 你要活在真實的裡頭 就算受了一點傷害 你還是可以得益子 所以 耶穌真的 從耶穌的時間點而言 耶穌已經一次的進入聖所 成了永遠贖罪的事 所以我們現在的過去現在未來 對你而言的未來 昨天已經過去了 明天是未來 但是你明天 時間又到了 為什麼是你來按照你的時間點來看我明天的罪 我今天的罪 我昨天的罪 這不是自我中心嗎 因為我 我的罪 我的時間點 我是主還是耶穌是主 那既然耶穌是主 那就是耶穌那個時間點 所有一切的罪就赦免了 但是請不要故意犯罪 那既然神赦免我們一切的罪 我們要不要認罪 有人說神都赦免我們一切的罪 那我們還需要認罪嗎 這個其實為什麼人要認罪你知道嗎 為什麼人要認罪 如果你是一個在N點下的基督徒 為什麼你人就要認罪 我們舉一個例子 爸爸今天要帶你 你還小 今天要帶你去看電影吃冰淇淋 你還小 今天要帶你去看 某一個迪士尼的電影 好OK 你就很開心對不對 可是不小心在出門前 你剛好 爸爸問你一件事 然後你 你亂講 你說了一個謊 然後爸爸就看你一眼 然後呢你就很害怕 衝進房間 把房間門鎖起來 然後你心裡想 爸爸看我一眼 爸爸發現我說謊了 我犯罪了 爸爸一定不喜歡我了 他一定不喜歡我了 怎麼辦怎麼辦 我不能看電影了 我不能夠吃冰淇淋了 會不會講太乖 好 就是他就會非常害怕 因為他很恐懼 所以他很害怕 然後他就這樣 然後他就在 他房子裡面不出來 然後爸爸覺得 爸爸其實那時候看小孩一眼說 嗯 說謊 說還小啦 沒關係 先愛他 我們等一下看完電影 吃冰淇淋的時候 我再跟他聊一聊 為什麼要說謊 爸爸是這樣想的 你也會嘛對不對 你管教小孩會看場合對不對 他想說小謊了 沒關係等一下再處理 可是小孩覺得我犯罪了 我得不到這一切了 所以就關在房間裡 然後爸爸就敲門 欸 時間到了喔 我們要出去囉 然後啊 然後 可是小朋友以為 爸爸敲門是不是要進來打我 是不是要處罰我 然後就不敢開門 然後呢 然後爸爸說 一直敲一直敲 然後小朋友就一直不敢開門 然後呢 看電影的時間快到了 然後呢 各樣事情這樣害怕 然後爸爸就一直喊 說走啊 出來出來出來 然後小朋友不敢 最後小朋友決定問一件事 爸爸 那你真的還是願意帶我出去玩嗎 當然啊 爸爸那 可是我剛才說謊啊 你原諒我了嗎 爸爸說 我在你說謊的那一刻 我已經原諒你了 為什麼 因為爸爸已經想好他要怎麼做 天父還是會處理我們對的問題 可是他會在他的時刻做這些事 可是我們 那還有 那小朋友怎麼敢從那個房間裡面出來 因為小朋友問說 爸爸那你原諒我嗎 爸爸說我早就原諒你 他才敢開門 因為他原本以為門打開會被打 對不對 這就是為什麼 我反之如果在那個說謊的當下 爸爸看他一眼 那小朋友馬上說爸爸對不起我剛才說謊 爸爸會怎麼樣 沒關係 我們看完電影慢慢再聊 就沒事了對不對 所以你是不是要當下認罪 那個神早就原諒我們 但是你要認罪是要恢復你跟神 沒有無愛的那個關係 懂我意思嗎 你哪件事你覺得做得不對足啊 剛才我對我先生說的那句話 剛才我對我太太說的那句話 請你原諒我 你不做這件事神也一樣愛你 問題是你做的這件事你自己 你覺得你跟神中間有妨礙那件事就被除掉了 懂我意思嗎 就是為什麼你還是要認罪 要恢復你跟神的關係 但是並不是神已經阻攔你跟他的關係 知道嗎 因為你是神的兒女 你們家哪一個孩子沒有犯錯 我們再常常講那個點來 你的小孩子可不可以說謊 不可以 你的小孩會不會說謊 會 說謊還是不是你的小孩 是 是嗎對不對 那你的小孩到底可不可以說謊 不可以 你的小孩到底會不會說謊 會 那你的小孩到底是不是你的小孩 是嗎 好 基督徒可不可以犯罪 不可以 基督徒會不會犯罪 會 犯罪還是不是神的兒女 是 那所以說到那這樣說起來 那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犯罪 不可以犯罪 那基督徒到底會不會犯罪 還是會 那基督徒犯罪 還是不是神的兒女 還是 就是這樣啊 所以我沒有鼓勵你犯罪 不要犯罪啊 但是我跟你講你還是會 只是越來越好 每一個基督徒前面都怪了一個施工中 你是一個越來越像耶穌的過程 而不是你一次就完美了 只有耶穌一次幫你做成 你是一個過程 好 再來進入九章十三期的請念 洛杉揚和公牛的血 避母牛毒的灰 灑在不潔的人身上 尚且叫人成聖 身體捷徑 OK好 這邊開始提到的是生命記有關 大家知道紅母牛嗎 他們要找一隻純紅的母牛 把它燒成灰 這隻是不能吃的喔 有一些獻祭是季肉可以吃對不對 這個紅母牛是完全燒成灰 全部都燒成灰 然後把這個灰 拿去加水 然後拿來 就是做捷徑啊 然後人的身上或怎樣 所以我跟你講 是不是很像浮水 他們都copy我們好不好 我們這幾千年就有了 生命記是三千多年 四千年的事耶 看你從哪一個歷史的角度去看 所以你知道嗎 這個母牛的灰 順便跟你講 那個母牛後來就斷絕了 沒有那種純紅母牛 可是他們現在又 以色列已經科學富裕 用基因什麼方法 把那個紅母牛都生出來了 他們已經預備所有 聽說 絕大部分該有的都預備好 就是聖殿裡面聖經的要求 什麼紅母牛啊 什麼藍色的蝸牛的 什麼顏色什麼東西 都弄好了 現在就指他重蓋聖殿了 你現在的工程技術重蓋聖殿 一年就可以蓋好 那就要預備了 而且你不覺得 整個方向往那邊前進嗎 以色列跟 最近才跟兩個阿拉伯國家 簽訂和平條約彼此承認 你知道阿拉伯世界是有一個說法 有一個 應該說有一個默契是 他們不承認以色列這個國家 你知道嗎 有很多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 他們的護照上面有專門寫 不可以去以色列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根本不承認這個國家 你知道有這回事嗎 所以這些國家人想要去以色列 還要另外想辦法 你知道比如說 什麼護照裡面夾一張紙啊 什麼之類 這都是現在的政治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方向越來越近了 因為你想要在聖殿山 蓋聖殿這件事 是會觸怒很多伊斯蘭國家的 可是如果現在關係好了 是不是有機會呢 是不是往那方向前進 所以我跟你說 我們當然還是要讓這世界上的人嫉妒 可是你不用那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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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著於世上的這一切 因為更美好的家鄉在天上 你真的是要上去的 對永恆而言這幾個帳篷 有沒有住過帳篷 有沒有去路過營 我知道現在很多人露營要求很高 但是還是家裡舒服吧 你會今天在露營的時候覺得很無趣 所以就跑去山下燦坤買一台電視上來看 應該不會對不對 真的也有這種人 但是你買電視應該還是要送回家對不對 所以你要積財寶在天上的概念 就是你買了也要帶回家對不對 那你現在也要積財寶在地上 然後把這個地上的財寶 能夠兌換成天上的財寶 否則這裡就會白搭了 因為有一天你會離開 了解 OK好 所以這邊提到紅母牛 紅母牛的灰灑在不潔人身上 尚且叫人成聖 還有山羊的血跟公牛的血 叫人成聖 而且身體潔淨 你看這邊特別強調身體潔淨 我們今天有的血是更高等級的 是耶穌的保血 所以當然他們以前 你知道他們把這些東西弄上去 那個什麼大麻風得潔淨 什麼得潔淨 那我現在有耶穌的保血 而且你不是灑上去而已 你不是外用藥 你是內服藥 你直接把耶穌的血喝進去 是不是更有果效呢 而且他們的牛羊的血 只能夠遮一年的罪 耶穌的血是一次的罪 必其功於一義 一次就給你完成 蹲腳的概念 他一次幫你腳完了 他一次腳了 你就終身受用 你的終身是直到永遠 所以啊 主耶穌基督做成這一切事情 連這些東西 山羊公牛 母牛 紅母牛 那些東西都可以叫人成聖 身體潔淨 更何況是耶穌已經做成的 他其實不斷在告訴我們 希伯來人有這些東西 你看 你看猶太人有些東西 已經這麼豐盛了 更何況現在 我們在新的約裡頭 OK好 9章14節請念 何況基督 基督借著永遠的靈 聖靈 將自己無瑕無次獻給神 你看這邊是不是又在講三位一題 基督借著靈 將自己獻給神 這個神天賦 好OK 所以你看 基督透過聖靈 借著聖靈 把自己獻給神 三位一題 對不對 好 耶穌的血 其不更能洗進我們的心 原文是良心 他還蠻有良心的 有把良心寫出來 就是說 為什麼要寫良心 是耶穌的血 其實有一件很重要的是 洗進我們的良心 這在講什麼 定罪感 你知道現在大部分的問題 其實是自我定罪嗎 像我這樣的人 神還會喜歡我嗎 我看我旁邊那個姐妹 服制都好認真 讀經都好認真 牧師說要念的時候都很大聲 我這麼小聲 我沒有在暗示你 我沒有 你不念神還是愛你 在念對你自己好 因為你把神的話語宣告出來 好 你會去覺得我 跟他 哎呦我這種人 難怪我不豐盛 難怪我不能經歷那一切 這就是你的良心沒有洗淨 你知道嗎 你不要自我定罪 我跟你說 在新約裡頭 在耶穌恩典裡頭 不再靠你好 你就算做得不好 神還是愛你 但是當然 有些事情神要你跟他配合 有些事情 有一句話說 我要給你錢 你也要把手伸出來嗎 我想要轉帳給你 你也要有戶頭給我吧 那你還有一個工作 你得去銀行開戶吧 對不對 所以你每天站在家裡說 我怎麼會會錢給你 你還沒開 我怎麼會錢給你 所以有一些事情是你要配合神的 但是不是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如果我說我要會錢給你 然後你就去開戶了之後 我還沒會給你 就每天打十通二十通五十通電話給我 我就氣到不想會給你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有該做的 有不該做的對不對 你不要打十通二十通五十通給我 好不好 但是你該做的 你開戶要去做 所以意思是什麼 神有些事情要你做 你與他同工啊 你該做好自己的工作 他會 他要祝福你的工作 但有些時候該安息要安息 該放假要放假 該跟家人在一起要在一起啊 對不對 然後該安息的時候 你要讓神來做啊 對不對 好所以呢 他在寫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要洗進你的良心 問題就是 你會覺得 像我這樣的人 我以前做過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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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或者是我以前誰誰誰做了什麼事 在我身上 我這樣的人還可以蒙福嗎 或者是他比我聰明耶 他都這樣而已 那我怎麼辦 他長得比我漂亮耶 他都這樣而已 我怎麼辦 來我講個笑話好了 有一天 小華是女生 小華有一天在家裡看新聞 然後就講到某某女性加入豪門 還被家暴虐待 然後小華的哥哥就看著小華跟他說 你以後還是不要加入豪門好了啦 這樣很危險 然後小華就 哥哥好疼我 他擔心我 然後哥哥下來去 人家長這麼漂亮都被打成這樣 那你咧 聽得懂嗎 人家長這麼漂亮都被打成這樣 那你咧 好那 第二個笑點 好 他的哥哥就載著他 騎摩托車載著小華在路上 然後呢 這句笑話不要介意 然後就有一個人騎摩托車在旁邊 然後就 然後跟著他說 你馬子真醜 然後他就走了 然後哥哥就很生氣 就一直騎摩托車追他 然後妹妹在後面一則擔心怕危險 二則擔心 你覺得哥哥好挺我 他要 他為我的名譽 他為我的名譽 要追上這個人 後來就追上這個人 然後哥哥跟他講說 他是我妹啦 我哪知道 哪知道那麼醜 聽我懂我笑話嗎 這是笑話不要介意喔 這個是小華哥哥說的不是我 我是轉述 圓文照燈 他說 她是我妹妹 我的女朋友才沒有那麼醜 所以她從頭到尾是為了自己的面子 懂意思嗎 好 OK好 所以呢他們兄妹感覺顯然不大好 這是笑話 OK好 所以呢 你要知道 我們要在神面前有一個美好的良 有一個良心 那個良心是 不是說你沒良心的良心 是你要知道神已經洗盡你一切的罪了 而且聖地對你有美好的計畫 我們每一個人 神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美好的計畫 順便跟你講 撒旦其實也很想要把你拉近 拉離神的計畫進入 他對你不好的計畫 但是沒有關係 當我們定睛耶穌 神會自己來做 我們就是想 而且你不用覺得 我犯那個錯就沒有美好的計畫 你的錯誤也在上帝的計畫裡頭 他早就預先知道你犯了這一切錯 你可能覺得 我從小沒有爸爸疼 沒有媽媽愛 我的人生什麼什麼 我小時候有遇過什麼很悲慘的事 誰對我做了什麼事 沒關係 上帝雖然沒有要成就這些事 那是這個世界或者是錯誤的全體造成的 可是神可以把它變成化妝的祝福 了解嗎 所以你的心裡面要期待 其實我每天 我每天都在 我每天都不斷地去注意我的心 我是不是不斷地期待上帝美好的祝福 我是不是對一直 就是說你跟神中間 你是不是一直很期待著他一個美好的祝福 你對神的看法有沒有受影響 撒旦一個很大的攻擊就是想辦法讓你錯看上帝 讓你把上帝看成一個小氣的神 看成一個要求你做討才要祝福你的神 看成各種各個角度怎樣的神 而且透過一些不好的事情 然後來告訴你看 連他都會這樣 更何況是你 或者是你看 你做的這件事就是上帝處罰你 撒旦會這樣 可是你要相信 無論如何神的心意對你就是好的 就很像是約瑟說的 當初你們的本意是要害我 他的哥哥把他賣掉 但是神卻要透過這件事來祝福我們全家 所以你要知道神的血要洗進你的心 然後他已經除去我們的死刑 使我們能夠侍奉在永生的手 所以要保守自己的心 你要保守自己的心 因為心包含自由意志 神不控制你的自由意志 所以你要不斷地保守自己的心 你要相信你是被神愛的 你是被愛的不是被愛的 你是被愛的 唱歌的時候每次唱你是被愛的 所以就是這樣 你是被愛的 然後上帝對你有美好的計劃 讓我們走神的道路 一點一點一點被他引導 OK 但很多時候我們不大懂 不大懂神在這些事上面的道路 所以你要聽正確的講道 你要透過自己讀經自己靈修 那個時間神對你說個人的話 我不可能現在台上對你個人說 對不對 除非神特別感動我對不對 否則 當然神也可以透過我現在講話 你很扎心 那也是神對你個人說 可是很多時候你需要一個自己 與神在一起親近的時間 然後你在那個時候 讓神對你個別說話 好繼續 九章十五節請念 OK好主耶穌做了新約的中保 中保就是中間的保人 保人就是欠債的那個人不還我還 所以耶穌還了 耶穌是那個中保 新約的中保 他還了這一切 而我們如今 教會設在這個中保大樓 我們在中保 大樓叫做中央保險大樓 所有人都簡稱中保大樓 連計程車司機都知道 你要去中保大樓 所以我們在中保裡頭 我們不斷地在耶穌這個中保裡頭 OK 新約的中保 耶穌是新約的中保 而這個新約的中保 贖了前約的罪 所以有些人會問說 那舊約的人的罪 他們也可以殺牛仔羊 那這樣好了 我要不要也來殺牛仔羊 讓神赦免我的罪 那如果 或者是說 或者是有人說 那如果他們不信耶穌 然後他們每天 就還是按照舊約 殺牛仔羊 會不會得救 答案是 不會 只有信耶穌是得救的根源 殺牛仔羊有點類似信用卡 當初人類的罪 其實你知道第一個 人類第一件皮衣是誰做的 是上帝做的 你知道嗎 有喜歡穿皮衣的弟兄姐妹嗎 又快可以穿了 天氣漸漸亮 好 第一個皮衣是上帝做的 因為他們原本是穿 那個無花果樹的衣服對不對 後來因為人犯罪對不對 所以神為什麼不再編一個 無花果樹給他們穿 為什麼 因為請問一下 那有哪一隻動物你可以 扒他的皮又不殺死他的 應該沒有對不對 所以神宰了那個動物 然後把皮 那個皮拿來做皮衣給他們穿 同時那個動物流出寶血 流出他的血 蠻寶貴的血 然後這個血 暫時遮蓋這個罪 所以神是第一可完成這個獻祭的人 所以你知道 其實上帝也蠻辛苦 你知道嗎 就很像你生日買禮物送給自己 這個概念 好悲哀 沒有朋友送你禮物 然後自己生日一個人吃飯 自己買蛋糕 然後自己唱自己給自己聽 然後自己送自己禮物 還好他們是三位 不然真的很慘 有沒有過過這種一個人的情人節 有啦 好 重點是新約的中保 耶穌為我們做成這一切對不對 然後新約的中保 俗了前約的罪過 所以啊 那個時候舊約 殺牛宰羊的罪 是暫時遮蓋 不是被塗抹被消滅 那就很像是 你現在去任何一家店 你刷信用卡 事實上你還沒有 你沒有真的付出那個錢 你是到月底結帳後才付啊對不對 你用你的信用遮蓋了這筆帳單 因為你的信用卡裡面有你的信用 懂我意思嗎 懂我意思嗎 你不要直接跟老闆說為何信用我就走了 你會被抓走 你要刷信用卡 可是銀行擔保你有這個信用 然後用這個信用遮蓋你這個錢 然後你月底要付錢給銀行對不對 相同那個牛跟羊很像是這個信用遮蓋一樣 他用這個他的血暫時遮住了人的罪 每年做一次 然後呢 最後一切的罪一起歸在新約的中保耶穌的身上 所以新約中保贖了前約的罪 所以啊 亞伯羅海的罪是誰赦免的 耶穌 亞當的罪是誰赦免的 耶穌 夏娃的罪是誰赦免的 耶穌 懂了嗎 所以所有的都歸到耶穌 所以耶穌赦免的是過去現在的未來 請問亞當犯罪跟耶穌丁十架哪個比較早 當然是亞當犯罪啊對不對 是嗎對不對 所以啊耶穌赦免的是超越時間的過去現在的未來 所以不要再想神不赦免我未來的罪了 因為對神而言他超越時間嘛 他當然赦免你未來的罪 但是不要因為神赦免你未來的罪就去犯罪 要因為神赦免我未來的罪 所以我們要更榮耀神把榮耀歸給天 也不讓人家看見我們的行為 把榮耀歸給我們的神 了解 好 九章十六十七節請念 OK好 這邊提到遺命 這邊的遺命原文是約的意思 你看我們河本也有翻出來 但是如果只用約這個詞呢 你就會覺得怪怪 所以我覺得翻譯其實這樣也沒錯 其實遺命這邊 那是那個年代的詞 現在簡單說就是遺囑啦 我們當中有任何遺囑是 活著的時候就執行的嗎 那就不叫遺囑啦 遺囑就是走了以後才執行的對不對 比如說爸爸有兩個兒子 他把他的財產分一半給兩個兒子 然後其中一個兒子就說 就開始想要拿那個錢 爸爸說你怎麼不會死的 我又還沒死 你懂我的意思嗎 遺囑是死掉之後才執行的東西對不對 所以有遺囑要等到他死掉才有效果對不對 如果還活著的時候就沒效了嘛 了解 那正常之後我們現在也了解 所以繼續 十八節請念 所以前約也不是不用寫力的 所以意思是前約是用寫力的 懂意思嗎 不是神很嗜血 是因為上帝是公義的 我們當中有沒有人被欺負過 當你被欺負的時候 你會很想要公義對不對 沒錯嘛對不對 那我問你一件事 如果今天那個欺負你的人 假設是學校 那個同學霸凌你 然後被抓到 然後因為他是家長會長的兒子 所以校長說沒事沒事 赦免你 你覺得這有公義嗎 沒有嘛對不對 我以前就是家長會長的兒子 好啦 校長就說沒事沒事 沒有 好啦 抓了抓了抓了 所以我經歷了什麼叫N點 好啦 這不是重點 這是開玩笑開玩笑 但是我以前真的也是蠻調皮的 好 OK好 前約不是用寫力的 我們把它唸完一起來跟大家講 來 九章十九節請念 因為摩西當日照著律法 將各樣誡命傳給眾百姓 就拿豬紅色絨和牛西草 把牛毒山羊的血和水 撒在書上 又撒在眾百姓身上說 這血就是神與你們立約的憑據 好 OK 你知道嗎 在舊約的時候 為什麼動不動就殺牛仔羊 噴來噴去 因為他們喜歡生牛排 我想其中一個理由 欸 你知道那個還有 他們還有講那個啊 牛的什麼前腿要怎樣啊 然後怎麼要怎樣 而且是有肌肉的 是真的也有啊 所以啊 我是希望那個祭司的烤 烤的技巧好一點 那就會很棒這樣 有吃過那種餡 為什麼我要討論這個問題呢 不要再講 我餓了 主啊好 對不起 所以前約也不是用血 也不是不用血力的 你曉得 為什麼要殺牛仔羊 是因為我們剛才提到的 神是公義的神 所以要被赦免 必須有人付出代價 那其實唯一能夠解決這個 人類所有罪的 就是那個 道成肉身的神 首先他也要是人 否則他不能夠 不能夠為人背負嘛 對不對 這樣才公平嘛 對不對 懂我意思嗎 他必須是人 他才能夠背負人的罪 不然 如果上帝叫那個 米迦勒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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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你幫忙死一下這樣子 然後背一下 問題是米迦勒只是天使啊 他不是人啊 他憑什麼可以 魔鬼一定在旁邊叫 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 他不是人類喔 人的罪要人擔當喔 沒錯嘛對不對 好 所以米迦勒不行 再來 耶穌必須是百分百的人 但是他也是需要是百分百的神 因為他有他的神性的無限 上帝是無限大 所以他可以背負全人類 所有一切的罪 你有沒有想過 耶穌到底為什麼 耶穌是一個人 好啦好啦 他可能 可以背負幾個人的罪 我可以接受 可是 全人類的罪 從以前到現在 加起來幾百億幾千億的人類 幾百億一定有幾百億人 幾百億人 搞不好上千億的人類 的罪歸在他身上 怎麼可能 我一個人犯的罪 我覺得 可能耶穌可以背三個我 五個我的罪 你可能會覺得 可是他怎麼可以背全人類呢 如果 如果那個時候上帝叫米迦勒來背 可能他可以背一個三五個人 就結束了 我自己亂想的啦 我其實不曉得人家 到底有多大的能耐 跟人家不熟 我跟耶穌比較熟 所以我講耶穌好了 但是呢 耶穌為什麼可以背負全人的罪 因為他是無限的啊 對不對 他是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的神 對不對 所以耶穌基督的無限 背負了全人類的罪是合理的啊 無限大 減掉任何數字還是無限大 對 除非減到無限大 對不對 可是無限大的神自己不犯罪 所以假設我欠上帝罪在五億 然後你比較屬靈 你欠上帝五千萬 然後呢 那個誰 誰生命更好 他欠上帝三千萬 好 然後全人類加起來是一千億萬 那無限大減一千億萬兆 等於無限大 所以神還是可以背負全人的罪 就算未來還有幾百億人可以出生 但我是覺得耶穌快來了 好 這些人加起來罪 人就耶穌可以一次赦免了 對不對 好 但是再來 可是前面的約還是得先有信用遮蓋 先用那個血啊 對不對 所以那個殺牛載羊的血就預表著耶穌的血 所以暫時 所以你會發現每次都在獻祭 我們當時有些弟兄姐妹會就是 我們有學過所謂竹壇 竹壇的教導對不對 就是說你要在各處禱告 我覺得很好你可以到處去禱告 我覺得很好 但是你要知道不是靠你的禱告 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不是靠我們的禱告 靠我們禱告就糟了 你一定有禱告不完全的地方對不對 你有沒有那種其實你想禱告是你睡著的經驗 也不要定罪啊 彼得雅克約翰也做過啊對不對 所以他們還是被神拣選的聖徒 在那麼克西瑪寧園那麼緊急的時候 耶穌那麼難過然後你們在旁邊睡覺 平常追劇可以熬夜跟耶穌禱不可以熬夜是怎樣 你懂我意思嗎 他們也這樣啊 所以你不要定罪 所以靠自己禱告就完了 如果耶穌靠那三格的禱告比大家 跟約翰也完了 可是耶穌自己的禱告完美 為什麼 我們為什麼安息 是因為就算你禱告再怎麼不好 耶穌在聽你禱告 聖靈在聽你禱告 天父在垂聽聖子跟聖靈問你的禱告 但是你還是要禱告 但是不是靠你的禱告 所以你去祖壇很好 你在每個地方宣告神的同在祝福 禱告都很好 好那他每次祖壇是不是祖壇 下一句就是獻祭對不對 獻祭是不是就是殺牛仔羊 就是要有血啊 所以後面才提到啊 那個啊 血是神與我們立約的憑據 更後面提到不透過血那就不潔淨 所以懂了嗎 為什麼一定要有這些東西 是因為上帝是公義的 必須有人先付出代價 那先暫時用牛羊的血暫時付出代價 所以摩西當日照著律法 將各樣的誡命傳給眾百姓 然後啊就按照這裡面 把這個血跟水灑在書上 然後在眾百姓的身上說了這些東西 其實這個東西 你可能會覺得 牧師幹嘛一直在講舊約 而希伯來書就是寫給舊約的 所以你要了解 你沒有那麼的了解 你沒有那麼的感同身受 是因為這不是你的文化 如果今天我們講的事情是 為什麼要發紅包給你 紅包是紅的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耶穌的保險 這是舉例啊 如果是那你就覺得 好有意義喔 可是如果更厚一點就更有意義了 所以我以前跟一個長輩這樣說 他隔年就 那時候還有十塊 十塊 那個時候還有十塊的鈔票 主啊謝謝你 我會收紅包的時候 那時候是我很小的時候 所以真的換十塊的鈔票 感覺很好啦 感覺很好 那時候買糖只要一塊 所以就抽一張買十顆糖也不錯 好 我以後要講清楚 可以同樣顏色的厚一點嗎 好啦不講 OK啊 所以啊九章二十節 這寫就是神與你們立約的平據 所以你會看見 上帝為什麼要一直上求長的這些寫 其實都在指向耶穌 所以我們常常說 很多人在救耶穌沒有看到耶穌 其實都在指向耶穌 你懂嗎 好九章二十一節二十二節前面 他又照樣把血灑在帳幕和各樣器皿上 按著律法 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捷徑的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了 我們剛才提到這個經文 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所以如果耶穌流的保血罪就得赦免了 對不對 耶穌流保血了沒 耶穌流了對不對 你剛才喝了他的保血對不對 而且還蠻好喝的對不對 怎麼耶穌的保血是甜的 你懂我意思嗎 耶穌的保血已經流了 所以我們罪都得赦免了 有些人選擇相信 有些人選擇相信耶穌赦免我 信耶穌之前的所有一切的罪 就算殺人罪神也赦免 那信耶穌之後我就要一條一條認成才要赦免 你不可能認到每一條罪 沒有人可以認到每一條罪 因為新約對罪的要求是更高的 我們不斷的常常的講對不對 吃什麼不出於信心也是罪 中秋假節 你吃什麼不出於信心也是罪 你們吃了多少月餅 你分明知道那一顆月餅 你知道一顆月餅七百多大卡 一天你只需要花一千或兩千大卡 吃一顆月餅就吃了三分之一的量了 吃完月餅不配個什麼東西是不是 柚子是沒熱量是不是 不要再聽我的罪的牧師 好 赦免 沒有啦沒有 神早就赦免我 你知道我意思嗎 吃什麼不出於信心就是罪 問題就是 我們光吃個月餅就犯罪喔 天啊 因為中秋節賞月下地獄喔 什麼人生啊 你懂我意思嗎 你懂我意思嗎 你有為你吃月餅這件事認罪嗎 分明聲音上說 不出於信心就是罪 這件事你吃得很有信心嗎 喔 這個吃了榮耀神 哈雷路亞喔 這個連龍太好 這是蛋黃 這是榮耀神 有嗎 馬上吃完月餅低頭烤肉好不好 所以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你真的一定要按照聖經來說 沒有人可以認完每一條罪 所以又有另外一個新的說法 就說沒有聖靈提醒我們罪我們認 聖靈沒有提醒我們的罪 神已經赦免了 聖靈上哪裡這句話 聖靈上說神赦免一切的罪 他們就要 他們前面那條走不通 他們就另外再加一個東西說 沒錯 如果神真的提醒你 要跟他認罪什麼 你當然要認 問題就是 多少次神提醒我們事情 我們沒做到 每次在吵架的時候 有一個微小聲音說 不要說那句話 你還是說呢 這是不是對 你真的有為這件事認罪嗎 好 多少次有一個聲音說 起來讀經去禱告 你又睡了 還有多少次有一個聲音說 不要追劇了 去睡覺 然後你就去追劇 這是不是對 嚴格說起來 是啊 你真的神提醒你每天都做到了 感謝主 但是你沒做到 你還是被愛的神 還是赦免的 就因為看電影 或是看電視或追劇 然後下地獄 好可怕 人生處處是地獄 不是信耶穌出處是天堂嗎 出處是地獄 所以照這個邏輯 所以才會演變成現在一件事 很多人打死都不信 他要在最後一個病床上才信 所以有人身上帶器官捐贈卡 有人帶絕治禱告卡 然後那個上救護車 然後有氣無力 現在不要急救我 趕快帶我做絕治禱告就好了 我這邊有一張 你念一句 我給你念一句 就是會被人家 因為被扭曲了嘛 怎麼可能那麼糟啊 哪一個 這樣說好了 你知道蘋果公司 剛出來的時候 你買了他一張股票 你知道現在值多少錢嗎 一個好的東西 是不是先加入越好 對不對 可是我們這個制度 搞到最後一個加入 才比較好 才比較保險 誰會設立這麼爛的制度啊 上帝有那麼弱嗎 我們從商業角度都知道 今天 股票是不是在IPO的時候 投入才是 當然公司倒了另外一回事 可是神的教會不會倒 神不會倒對不對 你在一開始的時候 投入你的獲利才高嘛 對不對 越早清楚越好好不好 很多人說信耶穌要付代價 你不信耶穌也要付代價 你知不知道 你信耶穌有神為你背負這一切 可是你確實有一些事情是 我們身為一個基督徒 我們不要去做那些事 身為一個基督徒 你不要怎樣怎樣怎樣 可是 你就算做了神還在你 好 再來 你不信耶穌 你信耶穌不可以做這些事 可是你不信耶穌 你就可以做那些事 你不信耶穌 你人就不可以做那些事 你做那些罪 還沒有人為你擔 懂意思嗎 有人說 那個 我 假設某人說 我吸毒啊 我不能信耶穌 等我毒界到家來信耶穌 不然我怕我信耶穌 這吸毒就犯罪 你不信耶穌吸毒 就沒犯罪喔 你不信耶穌吸毒 罪更大 因為沒有人為你背負罪啊 而且你不信耶穌 你是借得掉喔 懂我意思嗎 所以不信耶穌 要付更大的代價 信耶穌真的要付代價 真的有真的 我們要背起我們的十字架 人家說你我恩典的真會不講十字架 我每天都媽在講十字架 你們不講自己的十字架 沒錯 我們真的不怎麼講我們的十字架 你想為什麼 因為我們做過一個統計 我請我同工一條一條幫我算 我也自己算 聖經裡面 和和本中文聖經提到十字架 93%在說耶穌的十字架 7%在說我們的十字架 所以我按照這個比例 我講到我大概 99才會講到一次我們的十字架 因為只有7% 我是照聖經的 所以我93%都講耶穌的十字架 那我們現在講一點好了 可能今年額度沒到 來你也要背自己的十字架 就這樣一句 這樣子有達到%嗎 你懂我意思嗎 我是照聖經的啊 而且我們很科學啊 你每天在講自己的十字架 你在考試的時候 是不是要先把分數高的題目拿下來 再去解那個你不怎麼會的 那你是不是定經耶穌的十字架 先拿93分再說 你每天你把數的時間花在那7分 結果最後你那7分解出來 大家給你拍手 只有你解出來 結果你7分大家都93分 這樣子會過 所以呢 身為一個好的老師 要帶你上天堂啊 對不對 所以我一直在講93分的部分 好不好 這是比例啦 其實耶穌已經滿分了啦 好不好 你的十字架部分是加分用的 你有耶穌你就滿分了 然後耶穌的十字架 不是 耶穌的十字架已經帶你上天堂 但是你的好行為是讓你加分 讓你得獎賞用的 懂我意思了嗎 我只是舉例啦 舉例啦 所以呢 我們真的有我們必須背的十字架 身為一個基督徒 你有些事情為了榮耀神 你不要做 確實有 身為一個基督徒 為了榮耀神 你必須有一些時候要背自己的十字架 是有的喔 我們莫名其妙被人家講的一些 我沒有講的話 硬塞在我嘴巴裡面 然後說我說的 那個就是我的十字架啊 我根本沒有這樣說 有人說 洪牧師說不用孝順 我說的是 不要為了償命而孝順 要為了耶穌愛你而孝順 我哪里說不要孝順 我只是說 你不是靠孝順才能嘗受 那如果 孤兒你是要去跟誰孝順 那你孤兒都會找死喔 你要虐待人家喔 你懂我意思喔 我說的意思是 你不是因為耶穌為你做成這一切 你可以長壽 你可以健康 你因為耶穌為你做成這一切 你可以健康強壯 然後你因為耶穌基督為你做這一切 這麼多的愛 所以你去愛你的父母 去孝順你的父母 其實孝敬你的父母 不是孝順 叫孝敬父母 尊敬 不是順 特別 如果你是小孩 你可能要順 因為那是監護權 可是在現場的 你已經是大人的話 你就是孝敬父母 懂我意思嗎 不是他們說 你都一定要順服 是孝敬父母 但如果你是孩子 你要在主理順服父母等等 好那不是今天的題目 所以你要知道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 耶穌已經流血 所以你罪已經得赦免了 懂了嗎 好繼續 9章23節請念 照著天上樣式做的物件 必須用這些祭物去潔淨 但那天上的本物 自然當用更美的祭物去潔淨 OK好 所以其實這邊有提到 天上的樣式跟祭物 天上的本物跟更美的祭物 好 地上的帳墓 地上的摩西德會墓帳墓是 按照天上的樣式去做的 所以要用祭物去潔淨 所以要殺牛仔羊 紅木牛等等對不對 然後天上有一個本物 要用更美的祭物去潔淨 讀到這裡有沒有人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天上的東西還需要潔淨 天上的本物為什麼需要潔淨 天上不是罪惡沒有誤會嗎 為什麼天上的本物 必須用更美的祭物去潔淨 大家知道更美的祭物是誰 耶穌 我們教會猜一體 百分之93眾的機會是耶穌 沒有沒有 這個太有點難 你知道我意思嗎 天上的本物要被潔淨 要被耶穌的寶寫去潔淨 要用更美的祭物去潔淨的理由是什麼 天上怎麼會需要潔淨 答案是這樣的 我們在約伯記最前面有看到 神的重子勢立在神的面前 撒旦也來在當中 所以你就覺得 所以撒旦也是神的重子嗎 然後就有人說 有啊 因為聖地上有說 天使是神的重子 所以撒旦也是天使之一 然後墮落 墮落天使 所以還是可以來到神的面前 這想法是錯的 先說耶穌從神性來說 簡單說 主耶穌是神的獨生子 這是從三位一體的角度 神性來說 是聖父聖子聖靈 因為主耶穌是受生的 聖靈是發出的 所以如果你聽不懂這段也沒關係 好 神還完全一樣 就是耶穌是天父所生的 所以從獨生 這個是獨生子的角度 可是從關西的角度 我們也是神的兒女 對不對 然後呢 亞當是神的兒子 聖靈上寫的 對不對 然後呢 也有一個經文提到 那個天使是神的重子 OK好 在約伯記前面 為什麼魔鬼可以去天上 是這樣的 我們很多人在上班 像我們教會其實也有門禁 你是不是要拿一個門禁卡 B才能夠進來 對不對 我們去上班 是不是都要一個門禁 不要說門禁好了 悠遊卡好了 悠遊卡是不是逼人 才能可以去坐捷運 或公車 對不對 好 那你悠遊卡掉別人撿了 可不可以拿你的悠遊卡去坐捷運 當然這件事是犯法 可是他可以這樣做 對不對 沒錯嘛對不對 好 那個時候 亞當原本 亞當跟夏娃原本有一張 有一張悠遊卡 是可以逼進去天堂的 他們的天堂 因為他是神的兒子 對不對 可是亞當犯罪 他順服了魔鬼 所以他把他的權柄 跟他的這張卡交給了撒旦 所以撒旦可以拿這張卡 逼進去天堂 懂意思了嗎 懂了嗎 所以撒旦去天堂 撒旦是罪惡誤會 所以天上的本物被他弄髒了 所以意思是什麼 我們人類原本是有一個位子的 人類犯罪 人類犯罪對不對 亞當犯罪 所以人類犯罪 所以人類就不能進去天堂 可是後來做了什麼事 默默的亞當是誰 耶穌 耶穌是那更美的基督 耶穌做成了他捷径了 而且他封住了魔鬼的這個道路 而且耶穌 而且你知道魔鬼被耶穌搶了嗎 聖經上說到耶穌身上的高天 掳掠了仇敵 你知道嗎 那個搶你的人又被耶穌搶了 有沒有覺得很爽 而且搶了還回來還你 而且就很像是 亞伯拉罕 他去救他的子子羅德 順便把那幾個王的略物都搶來了 然後他還拿來十一奉獻給神 我要說的重點是什麼 耶穌基督這個默默的亞當搶了魔鬼 然後把這些略物要賜給我們 而且他使魔鬼那個卡被搶回來 所以魔鬼再也不能去天上 所以你一直以為現在有所謂天上法庭 還有魔鬼在神面前控告你 沒有 魔鬼沒有在天上控告你 魔鬼唯一在哪裡控告你 在你旁邊控告你 因為我們現在還在世上 撒旦還是這個世界的王世界的神 我們還在這個世上 所以你還是有一定程度的迫害 所以你常常會有一些那些聲音什麼 都會說你很糟你很爛你很不好你很什麼 你有沒有聽過類似這樣子 好 但是呢 撒旦在這個地方控告你 他不能夠在神面前控告你 因為他再也不能上去了 懂意思了嗎 所以耶穌他怎麼擄掠仇敵 然後呢 擄掠仇敵之後呢 他又自己成為了更美好的基督 把天上本物的解禁 所以再也沒有一個東西魔鬼可以上去 魔鬼已經大 耶穌你有沒有看過那個受難記 那個後面有銀幕 就魔鬼在地獄啊 他就尖叫 因為他被搶了 他原本掠了一堆東西在地獄裡頭 在他的那裡 可是耶穌降下去 耶穌做成了耶穌把那些搶了 然後帶走 然後身上高天掠掠的仇敵 又把我們帶回去 懂意思嗎 所以魔鬼再也不能上去了 你現在已經直通天堂了 因為你有耶穌 你靠耶穌 懂嗎 你有了耶穌 你有這個中保 你就直接直通天堂了 所以也沒有所謂我的禱告會在 因為我犯罪 我的禱告會在天上被某一層蓋住 然後就會卡住就上不去 然後有一個教導說 你要一直禱告 一直禱告 等到你的禱告把那個燒穿一個洞 然後才會上去 聖經上各位沒有這樣說啊 哪有這些東西 然後燒穿一個洞上去 然後魔鬼就會開始試探你 然後讓你覺得分心了 然後你去幹嘛 之後你的禱告就停了 就不會燒穿 聖經上哪有這些東西 大家都會自己去想一些 看似屬靈的東西 可是沒有啊 聖經上怎麼說 我們是神的兒女 我們在心裡互叫阿爸父 然後聖靈與我們同住 聖靈跟你同住對不對 聖靈是不是在這裡 那他在這裡是聽不到你的聲音喔 他無所不知 就是無所不知 無所不知 無所不知 所以他也絕對在你旁邊 他在你的裡頭 他無所不知 他無論如何都聽得到你的聲音 因為他無所不知啊 而且他知道之後 還無所不能的幫助你啊 這就是我們的神嘛 是不是很棒 所以弟兄姐妹 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很多人會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東西 可是我們要拿聖經來對照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講到要一節一節的講 一節一節的告訴你 我一節一節我還可以騙你 你們沒有那麼笨好不好 我也沒有那麼賤好不好 我不會一節一節一節的來騙你 我要騙你我就拿個三五節好不好 你看 人家叫你簽約 然後他就說這個這個好 我們來簽約 是不是要騙你要叫你趕快簽 我一條一條給你看 一條一條帶給你看我還騙得了你 你有那麼沒有你有 好不要再就說你們怎樣 反正就祝福 你懂我意思嗎 我這個合約書我一節一節帶你看 一條一條帶你看看不懂我還解釋 所以為什麼常常才 一個講到講個八節五節的 我講得很深你才會懂啊 有人這樣簽約的嗎 以前那個做業務都是 你趕快重點講一講 然後法律規定要講一定要講 然後跟他講這個不太重要 你要看看拿回去沒關係 沒有人要看對不對 我一條一條帶你看耶 好所以天上的本物自然當用更美的基督去解禁 所以耶穌已經解禁 撒旦在天上弄髒的東西 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大有盼望 我們現在直通天堂好不好 懂意思嗎 而且就算沒有直通天堂 人家聖靈跟你在一起 你是怕啥 對不對 而且聖靈上說聖靈就是那個直 就是那個憑據 就是你知道聖靈與你同在 所以那就是將來你要復活的確據 你未來有一個全清崭新的身體 你可能會覺得 我好懷念我當初二十幾歲那麼強壯 你要活在你未來會更榮耀裡頭 第一你可以恢復之前的強壯榮 因為神給我們的是要美物使我們知足 第二 加勒八十五歲像四十歲一樣對不對 可是他還是八十五歲啦 對不對 可是他像四十歲啊 他不是像二十五歲啊 對不對 他還是會有點年紀 所以你現在八十五歲 你可以像四十歲一樣 這是神可以給你 你可以跟神求 那你得到那個倫瑪就是你的 八十五歲像四十歲一樣 可是你一百歲的時候可能會像六十歲啊 合理嘛對不對 還是有比例的對不對 可是沒關係啊 我們還有下一個更榮耀的身體 多少 你有沒有看過那種什麼 我記得有一個小朋友去天堂 然後又回來 然後他就看到他的外公 問題是他從來這輩子沒看過他外公啊 可是他就可以講出外公所有的細節 然後呢 然後他們就給他看他外公的照片是 就是老的 然後他說不是不是不是長這樣 然後突然有一次他們紛紛翻到舊的照片 他說這個這個就是外公 結果裡面是一個二十五歲的外公的照片 他怎麼會認得這個二十五歲 欸八十五歲跟二十五歲差多少啊 很多人不要八十五歲二十五歲 二十五歲跟三十五歲認不出來 因為去整形 好這兩件事 那個小朋友居然可以從家族照片裡面 只認他這輩子沒見過外公 更何況是他外公二十五歲的照片 為什麼 因為在天堂的樣子 都是你最年輕最健康的樣子 而且更榮耀 了解嗎 充滿期待好不好 拜託如果你覺得 現在怎麼撿都撿不下來 也沒關係 你現在沒有更好的榮耀 但是你還是好好保養 我想姑息自己的身體 該運動要運動對不對 再說你啊 好 對不起 繼續 九章二十四節請念 因為基督並不是 進了人手所造的聖所 乃是進了天堂 如今為我們顯在神面前 所以你看喔 主耶穌不是進人手所造 祂是進了天堂的聖所 為我們解禁的那一切喔 所以我們現在 在天上是通的 不用再去擔心什麼 可是我有犯罪 我軟弱啊 那個聖經上說啊 我若心裡注重罪孽主 必不拼 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 所以下一句是什麼 但是他確實聽見了 對不對 所以讀聖經要讀上下文 我一節一節帶你看 很多人都要匡你就用一句啊 你若心裡注重罪孽主必不聽 所以弟兄你犯罪了 你這個神不會聽你禱告 來我幫你禱告 來先奉獻一下 你不要以為沒有這種 真的有 但我不是在說 當然如果有遇到這種事情 也許他們教會有需要 你還是可以祝福他們沒關係 但是你不覺得有點像黑道嗎 你要我幫你保護 你是不是來保護會 而且還不大國語不大標準 你懂我意思嗎 我們在神的面前 你是直通天的上帝愛你 所以你真的不需要請牧師為你禱告 因為我禱告跟你禱告效果是一樣的 因為最有效的是 耶穌在為你禱告 聖靈在為你禱告 我還是很樂意為你禱告 但是我禱告跟你禱告效果是一樣的 懂我意思嗎 牧師你是不是因為不想幫人家禱告這樣說 沒有 聖經真的是這樣說的啊 當然啦 聖經上確實也有說啊 你要請長老為你禱告 我禱告真的有 所以我們也不是不能為大家做這些事情 但是你也可以是長老啊 你唯一不是長老的點是 你長得一點都不老 懂了嗎 要祝福自己健康 OK好 所以呢耶穌已經禁去的天上司徒 潔淨了這一切 我們再看下面 9章25節請 也不是多次將自己獻上 像那大祭司每年帶著牛羊的血 進入聖所 你看喔 大祭司是每年帶牛羊的血進入聖所 為什麼大祭司不是帶自己的血 不然進去就出不來啦 缺了血 然後又沒有人可以進去 然後就一抬然後倒在那裡就掛了 那這個真的很可怕 都沒有人可以進去 然後每一年死一個大祭司在裡面 那裡不是變得非常陰生可怕嗎 好啦 大祭司很多次的每一年帶牛羊的血 然後這一年的罪 這一年的罪就被遮蓋 未來這一年的罪就被遮蓋了 是先做的喔 然後他們卻相信耶穌只赦免我受洗之前的罪 那牛羊的血比較厲害還是耶穌的血 如果照他這樣說耶穌的血好弱喔 他只能够處理後面的 前面的我要自己想辦法 那意思照這個邏輯最安全的方法就是 恩總教會要買一個農場養很多牛 每一年我們先為自己過去的罪認罪 然後牧師現堂宅一隻牛 然後我們來烤牛 耶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喜歡去獻祭的原因對不對 在這個中秋民族烤肉血裡頭 我們大家都體認了 其實牛羊是很棒的 好 這不是重點 感謝神創造這一切 我真的很感謝主 還好我信耶穌 如果我信什麼叫吃素我不曉得怎麼活 好啦對不起 OK好 謝謝主 這是最合乎真實生活的 好 多次將自己身上向那大祭司 每年帶著牛羊的血進入聖所 然後不是自己的血 所以這邊在講 耶穌用更完美自己的血進入聖所 完成這一次 而且祂只一次 為什麼耶穌只一次 不然每年幫你釘十字架喔 你怎麼那麼殘忍啊 而且為什麼只一次你知道嗎 如果一次能夠完成的事 就不要做兩次啊 這也沒錯嘛 為什麼要一次是因為 一次就完成你就心安啦 如果耶穌做兩次 欸 有一就有二 有二就有三對不對 無三不成禮對不對 就一直下去了 那會覺得我罪是不是被赦免 所以耶穌要一次完成 而且耶穌既然是無限大安那一位 而且耶穌做的每件事都完成 祂當然一次就完成啦 所以這邊在講 那一次其實是你要心安的 因為耶穌一次做成 了解了嗎 好 9章26節請念 如果這樣 他從創世以來 就必多次受苦了 但如今 在這末世顯現一次 把自己獻為己 好除掉罪 所以啊 如果耶穌像牛羊一樣 他就要多次受苦啊 喔 那真的耶穌太辛苦了吧 每年要上一次十字架 那耶穌是有肉體的耶 他要在地上活幾年 耶穌要在 當然耶穌沒有罪 所以耶穌也不會死啦 但是你就想 哈 耶穌已經兩千多歲了 還要上十字架好辛苦 所以不是這樣對不對 他從上世以來 就必多次受苦 可是沒有啊 他如今 顯現一次 就把自己獻為己 除掉罪 所以一次就除掉罪了 從耶穌的那個時間點 耶穌赦罪那一刻 他在十字架上面說成了 為我們流出保險 十字架之後就赦免了 耶穌這個時間點 最前面亞當的罪 到最後面 人類最後一個人 所有的罪都赦免了 這才是厲害嘛 一個高手是做一次 就完全成就了嘛對不對 還是要一直做 那個是學徒還在學的時候 才要一次一點一點一點 對不對 所以耶穌一次做成就除掉罪了 好 9章27節請念 按著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後且有審判 OK好 按著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後且有審判 每一個人都會死對不對 每一個人都會死的 按著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每一個人都會死 但是聖經上有記到 有誰沒死 有一個很前面的人 有一個人跟神一直 他是神的好朋友 然後跟神一直走啊走啊走啊 然後他就住他家 就再也沒回來過 他也沒死 他叫做以諾 以諾還沒死喔 以諾脫下來也沒死喔 人人都有一死 所以這件事 以諾還沒有成就 所以有人說 大家如果你讀《啟示錄》 你會看到有兩個見證人對不對 有人說其中一個是以諾 因為要成就這句話啊 以諾要下來然後死 然後才會成就人人都有一死啊 不然怎麼可以有例外呢 對不對 但是當然這不是我們今天要討論重點 還有不同的說法 有時候有人說是以利亞跟摩西 有時候是摩西跟以諾 因為 可是聖經上分明說摩西死 但是也不能說 難道人家摩西不能死兩次嗎 也是可以啊 聖經上說人人都有一死 有人也有兩死啊 你不要以為沒有喔 拉撒路就死了兩次啊 拉撒路死了一次 復活了一次 現在又死了之後還會復活 所以他就是兩死兩活啊 懂了嗎 所以也不是不行嗎 拉撒路 而且不只他啊 耶穌復活一個那個拿鷹成寡婦的兒子 他也是兩死 他現在他只兩死一復活啊 對不對 還有一次復活在等他嘛 對不對 所以啊沒有規定不能兩死啊 人人都有一死 欸 人人都有一棟房子 我有兩棟不行喔 懂我意思嗎 但是不是人人都有一棟房子 祝福你們 好 大家都有一棟房子 好 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死後卻有審判 當然真的 我們一切都按照聖經啊 沒有死的就 我現在 聖經上有提到沒有死 還有一個誰啦 以利亞對不對 以利亞沒有死 以利亞成了戰車火馬對不對 但是也有人 用不同的解禁方法說 其實那個是死啊 沒關係 如果按照我們現在讀起來 最少有兩個人 沒有死對不對 是誰 以諾跟以利亞 都姓以 好啦 所以這兩個人 所以有猶太傳統說 就是這兩個人要成為 啟示錄裡面提的 那兩個見證人 而且他們擺明下來 行神器之後就要死 所以就會成就 人人都有一死 但有人又太愛摩西 他說一定是摩西 好吧那怎麼成就 以利亞死 沒關係那不是我的問題 我沒有責任要為神 成就他的計畫 我只負責神交給我的那塊 懂我意思 所以你可以安息 你知道有很多事情 有些人真的為神國 憂國憂民 不用這樣 神要你安息 你希望你孩子快樂長大 還是很擔心 家裡的經濟狀況 我爸媽好辛苦 好可憐 我爸媽好辛苦 你好像唸書就好了 不要想那麼多 懂我意思嗎 你好好做好 神托付你的事 剩下是上帝的事 至於是以諾 還是以利亞 還是摩西不干我的事 是上帝的事 反正我也不能決定 OK好 人人都有意思 死後且有審判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 死後真的還是有審判 問題就是那個審判是 有耶穌為我背負這一切 每一個人死後 都會有一個東西 但是那個審判是 耶穌為我背負 不信耶穌的人 你要為你人生 所一切的罪負責任 所以就是去地獄 有耶穌的人 因為我犯了這些罪 沒錯我承認 不過其實在天堂 神已經除我這一切罪 簡單說就是有什麼事 把耶穌推出來就對了 我有耶穌 不怕 懂了嗎 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可是耶穌為我背負了 這些審判的一切 所以我就不用承受 這審判之後的結果了 所以你也可以說 基督徒不在死後 有人會很擔心說 你們說基督徒沒有審判 其實我不是說 基督徒沒有審判 是我們每一個人 還是要跟神交仗 有一個不同的概念 你知道嗎 交仗是什麼概念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有獎賞那一塊 我們聖音上很清楚說 有關於提到那個 金銀寶石草木合結那一塊 有一些人所做的是 金銀寶石 他們要存到永遠 然後草木合結那一塊呢 他們會經過火之後 草根木跟合結就是那個 倒碎的東西 都是很容易燒掉的東西 對不對 很多森林大火都是因為 那些東西自然 就因為 然後種種就燒起來 然後呢 所以啊 當你做的事情是草木合結的時候 經過了火草木合結會燒掉 可是聖音上明說這個人 還是經過火自己會得救 可是像從火場逃出來一樣 大家有沒有看過那種 從火場逃出來的 人都熏黑了對不對 穿一條內褲都逃出來了 當然啊 新聞都有啊 還有正在洗澡的 那不要講 重點就是 還是得救嘛對不對 只是那個得救很可惜啊 為什麼 你要做為什麼是草木合結 那金銀寶石草木合結又是什麼 簡單說我們今天沒有時間 金銀寶石草木合結 金就是公益 銀就是救贖 寶石就是 以佛德一樣那十二顆 這我們有錄啦 可以去網路上查 你傳揚的是 宣告神是公益的 宣告神稱你為意 宣告 你要去傳揚神已經讓我們 因盡正義的福音 然後 營救贖 神的救贖 如此的美好 你要傳揚耶穌基督做成的救贖 你要傳揚神稱我們為意的事情 然後呢 寶石是 以佛德十二顆寶石 你要傳講神對祂的子民是何等的愛 把他們放在胸前 然後動不動就看到 然後這樣子懷抱他們 那草木合結是什麼 聖經上提到百姓誠然是草 草木合結其實都有查經的 我們都有查出來 其實就是你自己想做的那些東西 有些人是我自己想為神的國做的那些東西 我或者是我自己想要完成我自己的東西 那個其實是草木合結 但你不是不能做你想做的喔 最好的方法是你想做什麼 你問上帝說 上帝我想做這個耶 上帝啊 我好喜歡小提琴 我想念小提琴 可不可以 那上帝可能會說 不要吧 反正也念不成 不要浪費錢 不是啦 上帝通常不會這樣啦 上帝 跟上帝說 上帝我想念小提琴 上帝說 好啊你去做 當你跟神說了之後 這就是祂說了對不對 你就有聖旨了 這就是神的計劃之一了 那你天的小提琴就有獎賞了 所以多問一句有什麼不好 懂我意思嗎 多問一句如果他這樣說還省錢 不要浪費時間啊對不對 你知道有些父母為了提拔孩子 家裡什麼樂器都有好不好 什麼什麼小號大號 我是說吹的 對不起對不起 好然後拉的小提琴 大提琴中提琴 然後鋼琴 然後到處都有 那父母很偉大好不好 然後咧 是有真的學會 麻煩一開始先用租的好不好 所以啊 你來到神的面前尋求神 然後讓我們所做的每件事是有意義的 其實你不用覺得 所以都是要做教會人屬靈的事 沒有 你在你的職場裡面牧養人 神要你做這些事 你知道有很多人是牧師碰不到 你碰得到的嗎 有很多人聽到牧師就生氣好不好 真的真的真的 有很多人被牧師傷害過 我真的什麼事都沒做 你牧師喔 然後就對我很不爽 我原本一開始剛才在聊天的時候大家都很開心 他講 你先生從事什麼工作 一開始我病人講 我在台北的車站附近工作 那從事什麼工作 只好講 蛤 你牧師喔 然後就不理我了 好了 沒關係 有些人是只有你碰得到的 他得救的盼望是你 你的客戶 你的廠商 你那些人是他們這輩子都不會來教會的 或者是只有這次禮拜會去的 這次禮拜你是期待那個死人起來講道嗎 大部分人都是為了那個死人去的 那個走的人 那個人又不會起來講道 所以他們不會被摸槽 所以你要在你平常裡面去摸槽得到很多人 好多人他們乾旱疲乏無水 然後他們好可憐 他們在尋求一個答案 他們在付沒有耶穌的答案 可是他們又被這個世界洗照 以為信耶穌就是一群自義的人 一直定別人的罪 或者是信耶穌就是一群要有好行為才能夠做的 有些人很欽佩基督徒 可是他不羡慕基督徒 可是真正恩典裡面是神赦免我們過去現在未來一些的罪 趕快進來這裡面享福吧 然後把這個美好分享出去吧 只有你可以摸槽那些人 如果你是開店的 那個人一輩子不會進教會 可是他常常去你那裡買包包啊 是不是 然後呢 我們昨天去一個餐廳 我都覺得 我會想說希望那個人是基督徒 就覺得那個店長好舒服喔 那個好關心的 他說啊 你上次來過還給你聊 他就覺得很舒服 那如果 如果你就是那個人 那個關係 你多倒一杯飲料給他 在這個本店請客 上帝祝福你 然後他就對耶穌有好的印象啊 對不對 而且他還會再來會顧啊 對不對 有各種不同的方法 我也聽到我們有些從事業務的人 他非常真心關心他的客戶 然後為他們禱告 然後很多神奇奇事發生 其實這就是 他們這輩子不會進教會 可是你在哪裡 神就在哪裡 你看我把眼睛閉起來 就是我們向你獻上感謝 你是那位 祝福我們的神 就他是按著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但是我們知道 我們將要死了之後再復活 而且有一個全新的身體 我們不害怕死亡 當然我們也不追求死亡 我們不害怕死亡 但是我們要預備我們未來下一個人生 但是我們要在今世過得好 讓人看見我們有耶穌何等的幸福 然後你就可以透過這件事 來預備你的人生 多帶一些人到神的國 讓他們無條件的被愛 因為現在傳福音不太像以前 以前很像做業績 因為他們覺得一堆歸條 現在沒有就是一個無條件的愛你的耶穌 你只要願意接受這個耶穌 他就赦免你一切的罪 你就算不奉獻不禱告不敬拜不服事不來聚會 神還是愛你 他還是可以得救 這才是無條件的福音 但是若是可以 我鼓勵你繼續把這個上帝分享出去 不是因為不做他會處罰你 而是因為你愛這個人 而是因為神愛你 而是因為上帝的愛 當然也是為了積財保在天上 說服著你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們當中還有很多家人 透過這次中秋節 很多人 你的家人可能還沒有信耶穌 你也不要怎麼跟他傳福 沒關係你禱告 而且你如果加入小組 你小組的弟兄姊妹 你跟你的家人傳福音並不容易 但是你的朋友們可以跟你的家人傳福音 然後你可以去幫你朋友傳福音 我們可以一起來配搭服事 祝福這裡每一位弟兄姊妹 讓我們的還沒信主的親朋好友 都來認識上帝 一個無條件愛我們的上帝 無條件的為人 無條件的成就這一切祝福 無條件的創造世界使人享受 無條件的拯救人類使他們蒙福 他們最得赦免的上帝 祝福這裡每一位 主要謝謝你對我們這裡 每一個人有美好的計畫 主要有美好的藍圖 讓我們不斷的期待 上帝要超自然的祝福我們 不斷的期待 無論你是開店的 是做業務的 是做文書工作的 是家庭主婦 或者是有自己的生意 或者是你是學生 或者是你還是 還在做任何你覺得沒盼望的事情 每天你覺得一天日复一日 一天就是這樣 又這樣了 怎麼又這樣 上帝其實每天都有心事 讓我們期待 透過讀經禱告 每天祂對你說話 每天來經歷 今天要給你特別的祝福 謝謝主 主要祝福這裡每一位 看見你榮耀在你的恩典裡 謝謝主耶穌慶祷告 Amen 好 再來是信仰宣言 讓我們站起來 討容信仰來念一遍 這裡每一句話 都是神要給我們的 都是我們可以跟神求的 好 請念 我相信上帝猜派他的獨生愛子耶穌 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他勝過死亡 並且從死裡復活 我現在是上帝所愛的孩子 因他流的寶血 我大大得福 蒙受極高的恩寵 及深深被愛 我永遠脫離疾病 災害與死亡 耶穌如何 我在世上也如何 好 感謝主 這是上帝的恩典 我們何等的無條件的被神愛 其實 你去想 我們的孩子生出來 為什麼他要被生出來 難道他做得好 沒有 他就是我們的孩子 我們生出來 你愛他 他那麼小 他有任何 為你做了什麼了不起的事嗎 他就是只會哭 只會吃 然後只會拉 但是神還是無條件的愛他 所以我們其實被神 也是無條件的愛 但是當然孩子長大了 要開始盡自己的責任 我們在俗裡面長大 我們也要榮耀神 但是就算你做不到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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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永遠都是神的孩子 好 讓我們閉起你的眼睛 打開你的雙手臉受本受的祝福 主要我們向你獻上感謝祝福這裡 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姐妹 我們永遠都是神的兒女 就好像 雖然我們的孩子錯了 我們會管教他 但是我們仍就無條件的愛他們 主要祝福這裡 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姐妹 主要我們是被愛的 無條件被愛的 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 上帝要把那個美好 請住在那一天 讓我們用一種好像 尋寶的期待 讓我們好像用一種 期待獎賞的心 無條件的知道 上帝就是要每一天祝福我們 帶著期待 帶著好像 好像很快就要看見那一切的期待 然後等候上帝 然後上帝要給你這一切 主要是的 你用生命界二十八章的祝福來祝福我們 使我們出眼蒙福 入眼蒙福 主要是的 我們上山舉目 我們幫助從何而來 我們幫助是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我們的神是造天地的耶和華 而且祂是我的主 祂為我做主 你不用擔心你生命好像哪裡不好 你覺得好像這裡不好 那裡不好 這裡是不要定睛自己 定睛耶穌 主要是的 你繼續來做成那一切的工作 主要是的 你用亞伯拉罕祝樂祝福來祝福我們 主要你用挪亞祝樂祝福來祝福我們 我們看到那個彩虹 我們就知道你不再對我們發怒了 主要是的 你用新約你自己成就的祝福來祝福我們 使我們出也蒙福入也蒙福 主要我們所所做的每件事都蒙福 主要你來祝福我們 主要在現代社會裡面 主要我們的手機上傳的下載的 所按的我們列印出來的 我們所簽的合約 所做的各樣的事情都蒙福 主要是使我們的兒女家人都蒙福 主要我們還有一些長輩家人 還有一些我們的親朋友 還沒信耶穌 你超自然來做 主要使他們快快來認識這位神 使他們也能夠得救 主要你繼續來做那奇妙的事情 主要是的 在這美好的中秋節 主要我們知道 連月亮都是你所造的 那麼圓圓漂漂亮的月亮 都是你所造的 主要是的 我們的神是創造這一切的神 而祂是幫助我的神 主要你繼續來做這奇妙的事情 祝福這裡每一位 用我絕對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財神 你感通我交通 從你中地永久被同在 從今時直到永遠 大家一起說 Amen 好 再來想邀請你跟我做一個禱告 邀請耶穌住在你的心裡 赦免你一切的罪 給你一個全新的盼望 可以讓過去的一切失敗 跟一切的痛苦都過去 讓耶穌給你一個全新的生命 預備好了嗎 等一下我說一句 你跟我說一句 如果可以你可以把眼睛閉上 讓你說出來的話 宣告出來 讓你的心裡完全相信 來看見上帝的榮耀 要開始囉 好 那我說一句 你跟我說一句喔 親愛的主耶穌 親愛的主耶穌 我邀請你 我邀請你 住到我的心裡 住到我的心裡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謝謝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謝謝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的過去 我的過去 都交在你的手中 都交在你的手中 我的未來 我的未來 那美好的未來 很美好的未來 也在你的手中 也在你的手中 親愛的聖靈 請你現在來充滿我 請你現在來充滿我 來引導我的一生 來引導我的一生 謝謝你 謝謝你 親愛的主耶穌 親愛的主耶穌 我相信你為我死 我相信你為我死 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又為我復活 又為我復活 謝謝你 謝謝你 親愛的阿爸天父 親愛的阿爸天父 謝謝你拆遣了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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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有一切的罪 我所有一切的罪 定罪 定罪 詛咒 疾病 疾病 死亡 死亡 都歸在耶穌的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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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阿爸天父 親愛的阿爸天父 從今天開始 從今天開始 我回到你的家 我回到你的家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大有盼望 我大有盼望 這樣禱告 這樣禱告 是奉耶穌基督的名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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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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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門